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金志愿是和他在一起来的 当然要和他一起走 听到他在问女人的消息 眨了一下眼睛插嘴进去 你女朋友姓池? 要不是答应了老爷子的条件 丽北决恨不能把身边瓜子的女人给丢下去 文言没有理他,靠在了椅背上,闭上了眼眸 金志愿自讨了一个没趣,一肚子的郁闷 擦,这什么男人啊,太没有绅士风度了吧 他只是好奇地问问而已 又不是要干什么坏事 他至于从头到脚都写满了对他的防备吗? 他们不是从一见面就开始说好了 这段时间只是合作敷衍一下家里人 他也积极地配合了 他怎么一点都不能让人合作愉快呢? 车子缓缓地开走了 没了美光灯的追逐,金志愿放松了下来 忽然,闭着眼的男人突然睁开了眼睛 闲雾地看向了他 你的身上什么味道? 香水啊 这款香水是限量款的 全球一共就三瓶 它就有一瓶 金志愿还以为他也觉得好玩 正要炫耀一下 万万就没有想到啊 你把使徒在身上了 停车 他突然命令 林肯一个急刹车停在了路边 丽北决侧脸冷硬 充满了嫌恶和不耐烦 毫不客气地驱赶 下去 金志愿情不自禁地睁大了眼睛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他穿的可是十岁高跟鞋呀 大晚上的 他让他下车? 他疯了吧他 事实证明 丽北决就是要让他下车 戏已经演完了 你可以走了 你 吓不吓 这种不耐烦的口吻 简直是羞辱 金志愿气得是浑身发抖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拉开车门下了车 下一秒 车门关上了 林肯在他的眼前急迟而去 夜晚的凉风吹在他的身上 他气得跺了跺脚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霸道 这么不讲理 过河拆桥 直男挨到了极点的男人 家族里怎么会为他看上了这么一个男人呢 幸好他对联姻没有兴趣 要不然还不被虐死呀 金志愿对丽北爵的初次感官极为不好 他从随身小包里拿出了手机 给家里的司机打了一个电话 我在罗马大街三号 赶紧开车过来接我 车上的司机从后视镜中 看到了金志愿又是跺脚又是打电话 像是很生气的样子 有一些不安的问道 绝业 我们这么把金小姐丢下去 好吗 他的司机会接他的 他是担心老绝业知道了 绝业阳凤英维 会生气呀 丽北爵此刻 根本就不在乎谁会生气 他今天已经用全部的自控力 克制了自己的反感 配合着演了一出戏 他一分一秒 也不想再跟那个过躁的女人待在一起了 丽北爵打开车窗 让夜风吹进来 把车里面残留的香水味吹散 脸色总算是好看了一点 回酒店 马上安排会议 爵爷 您不休息一会儿 不用 尽快地给我安排 不用留休息时间 明明才一个晚上没有见到那个女人了 他却有一种受不了的感觉 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渴望 丽北爵凡闷地解开衬衣领口的钮扣 扯了扯衣领 也不知道那个女人的梦里面 有没有想到他 迟恩恩还真是梦到他了 不过 是做了一晚上被一头巨型狮子 压着求欢的梦 害得他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隔天一早起床 就听到了霍益说他出差去了 要三天才能回来 迟恩恩没有多想 反正丽北爵本来就忙 经常工作到了半夜 出一个差很正常 他嗡了一声 表示自己知道了之后 就把吃宝贝叫起床 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早餐才做好 某个人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迟恩恩无奈地把剥了一半的鸡蛋 递给了哀怨的迟恩恩 拿起了手机 喂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那头一来就是不满的口气 迟恩恩无可奈何地吐槽道 我正在帮吃宝贝剥鸡蛋呢 所以慢了一点 你呢 吃早餐了没有 现在W国是凌晨三点 迟恩恩只知道他是出差了 不知道他去了W国 一听他说 蹴了一下没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睡觉 没你在 睡不着 一如既往地霸道 迟恩恩窘了一下 你以前也没有我在呀 还不是睡着了 这个女人是不是傻 她怎么会眼瞎地看上一个这么不解风情的女人呢 丽北爵磨着牙 总算是从电脑前站了起来 走到了落地窗边 嘴上凶巴巴 脖唇却是放松的勾起 光是听到这个女人活力十足的声音 她的心情都不可抑制地好了起来 四辰没有告诉你 没你在的时候 我都靠吃药 要不 你吃点药 他现在人在W国 他也没有办法陪他一起睡 可是晚上不睡 对身体不好 不吃 安眠药会破坏大脑神经 我还没有跟你生个女儿 你的IQ根本就靠不住 只能是靠我的 他是一天不嫌弃他 就浑身不舒服是吧 吃恩恩没好气了 左手举手机举得麻了 他换了一边 好脾气地说 那不然你睡前喝一杯热牛奶吧 对睡眠也有好处 睡你对我的睡眠最有好处了 霍亿和吃宝贝都在旁边 吃恩恩耳尖一红 差点没有直接挂了电话 他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自然一点 说道 丽贝绝 我要吃早饭了 没事的话 我先挂了 我还没说要挂 谁准你挂的 吃恩恩当他没有听到那一边的低吼 淡定地把手机拿远了一点 对着听筒假装地喊道 喂 喂 奇怪 怎么没有声音了 是 没有信号了吗 喂 丽贝绝 奇怪 看来是真的没有信号了 他的手指一滑挂断了电话 在霍亿瞠目结舌之中 淡定地把手机重新放回了桌边 拿起了桌旁的牛奶 给吃宝贝倒到了杯子里 宝贝 多喝点牛奶 啊 好 吃宝贝腮帮子里还包着鸡蛋 奶生奶气地答应 见到隔壁老王吃鳖 他的心情就好 吃恩恩刚把牛奶杯放在了他的面前 手机又震动了起来 他以为又是立北角 头都大了 他又给吃宝贝拿了一个鸡蛋 这才不急不缓地拿起手机一看 眼睛木然一亮 飞快地接起来电话 喂 安心 嗯 刚才有点事 才看到手机 嗯 有时间 有时间啊 你回临时了 你在哪呀 嗯 好 把地址发到我的手机上吧 好 好 我马上过去 他放下手机 吃宝贝立刻扎巴着大眼睛问他 女人 是不是安心阿姨的电话 对呀 我也要去 吃宝贝最喜欢的人是吃恩恩 第二喜欢的就是林安心了 林安心经常会给他买玩具 买糖果 逢年过节还不忘给他一个大红包 对于抠门的吃宝贝来说 林安心就是一个长得漂亮的财神 虽然他现在自己能赚钱了 但是不影响他喜欢林安心呢 吃恩恩把第二个鸡蛋给他拨好了 放在了碗里 你把这个鸡蛋吃了 我就带你去 我都吃了一个了 吃景晨不想吃 吃恩恩把他那一点小眉目摸得准准的 从容地说 是吗 不吃也可以 我记得 弱弱比你高半个头了吧 不知道这个月又长高了没有 再比你高一点呢 走出去 人家都会以为弱弱是你姐姐了吧 你别提那个鼻涕虫 嘴上这么说 身体却很诚实地拿起了鸡蛋 开始吃了起来 就是那吃毒药的表情 出卖了他心里有多么的不情愿 吃恩恩忍住了笑 招呼着霍毅 霍管家 你也坐下来吃一点吧 不了 霍毅可不敢吃他做的东西 他怕他吃了池小姐亲手做的东西 会被绝业拖到医院去洗胃的 他沉吟了一下 问道 池小姐 您等一会儿要出去吗 绝业的意思 最好这两天 池小姐都待在紫荆园里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没有理由阻止池小姐出去啊 池恩恩没有察觉到霍毅神色里的焦虑 给池宝贝喂了一口牛奶 嗯 一个朋友约吃中午饭 那等会儿我开车送池小姐吧 好啊 麻烦你了 不麻烦 他肯答应 霍毅是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池恩恩哄着吃景晨吃完了早饭 又去洗了一个澡 书系整理了一下 才看了一下时间 拿着包包跟小家伙说 宝贝 差不多了吧 我们走 好 吃景晨臭屁地 把丽北爵买给他的定制童装穿上了 本来就长得漂亮得不像画 这会儿更加地像是童话故事里 走出来的小王子 他主动牵起池恩恩的手 颇有大男子气概 走吧 女人 吃恩恩勾起了嘴角 抓住他的小手 嗯 楼下霍毅已经在车边等着了 见两个人下来 立马帮他们拉开了车门 小少爷坐里边吧 我是男人 我要坐外面 吃恩恩 你坐里面去 吃宝贝真是一个人小鬼的 在大男子主义方面 简直和某个人如出一辙 吃恩恩懒得跟他说那么多废话 直接把他抱上了车 放在了里面 自己再坐上去 顺手拉上了车门 吃恩恩 你坐里面 再闹就不带你去了 吃宝贝嘟起了嘴 气得够呛 可他就是一个小萝卜丁 他的抗议被两个大人忽略不计了 霍毅笑着上车 车子开向了市中心的左岸餐厅 他们一下车 林安心的电话就来了 恩恩 你到了吗 到了 我马上就上来 我在502这儿等你啊 好 吃景真还在气他刚才 把他抱上车的事情 板着一个小脸 吃恩恩捏了一把他的小脸蛋 拉着他好生好气地哄道 安心阿姨在等我们了 我们走吧 女人果然是口舌蜜舰的生物 吃恩恩想见林安心 又不想轻易原谅吃恩恩刚才挑衅他男性尊严的行为 一边跟着吃恩恩走 一边憋了一句 吃恩恩自动忽略了他的话 领着他上了电梯 作案餐厅在林氏算是比较好的餐厅了 主要好在私密性强 餐厅的管理非常严厉 一般明星和名流都喜欢来这里吃饭 吃恩恩在服务生的引领下来到了502桌 就看到了林安心站起来跟他挥手 嗯 这里这里 林安心换了一个发型 剪了一个期间的懒人头 看起来慵懒又充满了女人味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总觉得林安心的小腹有一点隆起 就像是怀孕了一样 不过很快的吃恩恩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安心怎么可能会怀孕呢 他没有听说安心最近有男朋友啊 他收起了疑惑走了过去 恩恩 林安心笑嘻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坐了下来 好久不见 变漂亮了呀 安心阿姨 吃景晨不落人后乖巧地喊人 林安心马上把他抱在了自己的腿上 捏着他粉嫩的脸蛋 笑嘻嘻地问 我家吃宝贝 好乖哦 有没有想我呀 想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都关机了 嗯 前段时间我人在国外拍戏 公司接了一个大制作 一直是在秘密拍摄呢 国外那个导演不允许带手机 我窝聚了整整大半年 天知道我半年过的是什么日子 幸好拍完了 不然我非疯了不可 穿西装打着领结的服务生正好走了过来 给他和吃恩恩一个人递了一个菜单 吃恩恩翻了一番 安心 你要喝什么 老规矩 给我来一杯糠 林安心微醋了一下眉头 算了 给我来一杯先榨的果汁就可以了 我想想啊 嗯 西瓜汁吧 蛋糕呢 要不要啊 林安心想到蛋糕甜腻腻的味道 就跟吞了一个苍蝇一样 难受的摇摇头 不要 我今天不饿 不想吃 他不是最喜欢吃蛋糕的吗 吃恩恩拿着菜单递给他 我看图片上的慕斯蛋糕挺不错的 要不 你试一块 林安心看都不看菜单 赶紧的扣上 给吃宝贝叫一份就可以了 我就不要了 他回头点餐 两份牛排 一份儿童餐 一个慕斯蛋糕 三杯西瓜汁 好的 服务生接过了菜单下去了 林安心回过头 忽然压低了声音说 恩恩 刚刚我在地下停车场 好像看到你爸了 池建国也在这里 他的身边还带着一个陌生的女人 看起来很年轻 那女的还挽着你爸的手呢 看起来像是一对情侣啊 哦 林安心见他漠不关心 闭上了嘴巴 他回林市 就听说了这段时间 闹得是满城风雨的 故事集团老总 涉嫌绑架的事情 池雅坐了牢 故事眼看着就要倒了 顾乔安也被警察传唤了 这里面肯定有不少 他不知道的内情 既然池恩恩不想说 他也没打算问 这时 池恩恩站起了身 跟他说 我去一趟洗手间 嗯 好 你去吧 林安心似乎还想说点什么其他的 欲言又止 还是让他去了 池恩恩听到池建国就恶心 匆匆地去了洗手间 左岸的洗手间 装修得跟他的名字一样雅致 池恩恩拧开了水龙头 刚把手放在水下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恩恩 这个声音是 池恩恩回过头 果不其然就看到了好久不见的顾乔梅 顾乔梅像是一夕之间老了十岁一样 保养得意的眉眼间浮现出了疲态 一贯精致的攀发 这会儿看起来有一些凌乱 左脸颊上似乎还有一道红痕 二十多年来 顾乔梅在她的印象当中 一直是养尊处优 优雅淡漠的样子 哪怕已经年近四十五 看起来仍旧是跟三十出头一样 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贵夫人 可是现在忽然苍老了下来 满头的黑发也隐约看到了银丝 尽管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和平常一样 可是眉眼间的疲惫衰老 不是光靠着衣服打扮就能藏得住的 她在看顾乔梅 顾乔梅也在看她 当看到赤恩恩越来越漂亮 眉眼间有一种被宠溺的小女人的从容娇媚时 眼底闪过了一丝的不甘 为什么她的小雅只能待在监狱里 而赤恩恩却可以攀上力上那样的高枝 她真的不明白赤恩恩到底有什么好 居然可以吸引到那个大人物 为了她下狠手 她局促地站在赤恩恩的面前 第一次有一种不知道怎么面对 这一个她二十年来从来没有放在眼里过的私生女 张了张嘴又喊了一声 恩恩 赤恩恩除了最初看到顾乔梅的惊讶变化之外 已经镇定了下来 对她说 有事儿 顾乔梅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私生女的气势 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了 她难堪地挪动了一下 看向赤恩恩 忽然像是下定了决心一样 啪地一下子跪在了赤恩恩的面前 她这一跪 跪得清脆响亮 在赤恩恩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 她伸出手抓住了赤恩恩的小腿 神色颓然地说 恩恩 美伊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 这一次算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我哥哥 放过小雅这一次吧 赤恩恩知道她是来求情的 只是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地豁得出去 顾乔梅现在满身的腿躺 看起来真的是很可怜 只可惜 她现在没有办法对持家任何一个人产生同情心 这一家人全是豺狼虎豹 同情一个禽兽 是对自己的残忍 她淡定地站起身 拉开顾乔梅的手 俯视她的面庞 淡淡地问道 当年我妈有求过你们吗 顾乔梅哑然 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她 你和池建国当初做的事情 我都已经知道了 当初我妈 有求过你们高抬贵手没有 顾乔梅眼神慌乱 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赤恩恩冷冷地看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顿 你和池建国 都没有高抬贵手过 我为什么要高抬贵手呢 算我求求你了 恩恩 你求我 我就要放过你们 凭什么 赤恩恩眯起眼睛 讥讽万分 凭你们 不要脸吗 这话说得就诛心了 顾乔梅还没有被谁 劈头盖脸地骂过呢 可是 赤恩恩说的话 她一句都反驳不了 她脸色苍白 蠕动着嘴巴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小雅 赤雅也对不起我 赤恩恩打断她 十八岁 她第一次陷害我 害得我丢掉了我的第一次 远走国外 要不是那一天晚上 丽北爵姻缘巧合地 和桓宇的老总在一起 要不是她当时死死地 抓住她没有松手 让丽北爵误以为 她是在头怀送抱 当初 她就被桓宇的老总 给糟蹋了 五年之后我回来 她还是没有收手 一而再再而三地针对我 别说这些你都不知道 赤恩恩冷漠犀利地 看着她的眼睛 你既然都清楚 还有什么脸跑来找我 求我放过她 不管是你 还是赤雅 赤建国 我都不会放过的 我知道 你们当年做的事情 早就过了法律的 审查的年限了 但是没关系 做了总会留下痕迹 有痕迹 总会付出代价的 我就算不能把你们 绳之以法 我也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这不是她认识的 那个私生女 以前那个私生女 倔归倔 可是绝对没有现在的气场 就像是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一样 她眼神颓然地提醒着赤恩恩 不管怎么说 建国都是你爸 你就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 求求利少吧 看来梅姨还是没有听懂 我不会放过赤雅 也不会放过赤建国的 赤恩恩的明眸亲历 仿佛能够看透人心 你觉得 你觉得 持建国还是我的父亲吗 顾乔梅的唇色淡的几乎是看不见 她脸色坦淡 仍旧是不肯放弃最后一点希望 咬咬牙说道 你在持家二十年 我总没有虐待过你 就算是我对不起林平 也没有对不起过你啊 看在这二十多年来 我对你不错的分上 我不求别的 你让林少放过我哥 这二十年来 顾乔梅的确是没有明面上为难过她 不是不想为难 是根本不屑于在明面上为难她 顾乔梅的为难从来都做得很隐蔽 每次持雅算计她 哪一次没有顾乔梅的影子 正是因为顾乔梅一再纵容包庇 持雅才敢一而再地陷害她 没错 面上顾乔梅没有为难过她 可是实际上顾乔梅放纵吃雅 不算是为难她吗 丽北决也没有针对过谁 不存在放过谁 知恩恩不为所动 顾乔梅情绪激动了 怎么没有做过 要不是立上 顾乔梅怎么会那么快地垮台 我哥怎么会被警察带走 顾总被带走的原因 媒体早就已经报道过了 你要是不清楚 可以看电视 顾乔安被带走 是因为涉嫌绑架 不是因为立北决 不等顾乔梅说话 他冷漠地退后 要是顾总什么都没有做 没有谁能为难他 他要是真的做了什么 那他是得罪了法律 不是得罪了哪个人 希望梅一以后不要再乱说话 说得好像谁在滥用私权一样 你要是再这么胡说八道 我会告你诽谤的 知恩恩懒得跟他打嘴皮子仗 直接说 我还有事 就先走一步了 在左岸的洗手间碰到顾乔梅的事 比他听起林安心提起 池建国更加的恶心 知恩恩回到位置时 已经没有什么胃口了 一排牛排就没有吃几口 看起来魂不守舍的 林安心把他的神色变化 尽收眼底 犹豫着 要不要把自己知道的事情 跟他说一声 恩恩 那个 你最近没有和丽少吵架吧 没呀 怎么了 提起立北决 知恩恩总算是从餐盘里 抬起头来了 林安心面对他清澈的目光 更就说不出了 皱了一下眉 邪气色地说 没什么 我这不是刚回国吗 好奇问问 他在国外亲眼看到 关于立少和南哥 财阀千金的报道 但是 池恩恩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立少是想要 家里红旗布倒 外面采旗飘飘 还是打算 把池恩恩当成情人 养起来呢 立少对你好吗 他还是忍不住地 又问了一句 池恩恩觉得他今天的表现 好奇怪呀 安心 你究竟想要跟我说什么 池景晨关键时刻 还是要帮自己的爸爸说话的 小脸一扬 隔壁老王对我很好 对我家女人也不错 就是有时候脾气比较坏 人还是一个好人的 林安心被他的隔壁老王的称呼给惊到了 隔壁老王 宝贝 你平时都是这么叫立少的 没有 我平时不叫的 他这么一打岔 林安心的神色轻松了不少 立少能这么宠着吃宝贝 对池恩恩应该是不差 这么看来 那个绯闻 还是要暂时不告诉池恩恩的好 免得他在中间横插一手 反倒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 安心 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呢 林安心已经想好了不说了 马上顺口打哈哈 没有啊 我就是八卦一下嘛 他的身体往前一倾 抓住持恩恩的手 对了恩恩 你让立少帮我一个忙吧 让他管管那个变态的男人 什么变态男人啊 林安心咬牙切齿地吐槽 除了私辰 还有谁能算是变态 他简直就是有病 我都跟他分手了 他还一天到晚的死缠烂的 利用全是压迫我赔税 吃恩恩傻眼了 你和私少在一起过 他怎么完全都不知道啊 安心和私辰 一个活泼活爆的女明星 一个花花大少的贵公子 吃恩恩真是想象不到 他们两个在一起 是什么效果 那热闹程度 应该不亚于火星撞上地球吧 睡过 林安心一脸便秘 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 看那似长得人模狗样的 舔着脸跑来勾打我 我一时没扛住 资本主义的诱惑 沦陷了 后面发生了一点事情 让我彻底地看清楚了 资本主义的丑我嘴脸 所以 坚决地跟他分手了 呀的 分手的时候还一口一个 让我以后不要骚扰他 让我别后悔 我没后悔 也没有骚扰他 他呀的反倒跑过来骚扰我 林安心气得快要笑了 你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男人吗 把我身边的经纪人 司机 甚至是公司宣传部的小王 都给收买了 这不是很好吗 说明他对你很用心呢 用心个屁 林安心忍不住地暴粗了 宣传部的小王 我身边的经纪人全是女的 他呀的 用美男机收买人家 你能想象一下 他一面跟我身边的女人 暗送秋波 一面用死皮赖脸地缠着我 我快被他整疯了 迟恩恩大概了解了司宣的性格 默默地给他拒了一把同情泪 万万没有想到 林安心更同情他 我听说力少的控制欲更强 你怎么受得了 没有被逼疯的 丽北爵到底是霸道的有多出名 连安心都知道他占有欲强了 吃恩恩窘了 还好吧 林安心是明显地不相信他的话 全身脱力一样地趴在了桌上 有气无力地说 嗯嗯嗯 反正我是受不了了 你帮我跟丽少说说 让他管管他的朋友吧 其实我 我觉得司少人也不错呀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 不考虑 我是真的不想和他智商关系了 他家里也不会接受我这种女明星 我呢 也没有兴趣当阔太太 正好 趁着大家现在感情还没有那么深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林安心顿了顿 言深一暗 而且 我抓到过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过两次 吃恩恩惊了一跳 你知道当初我和秦文昊是怎样分手的 我和秦文昊那么多年的感情 我抓到一次就不要了 何况和他 我这个人 忍受不了朝三暮四 朝情暮处的男人 吃恩恩认真地看了一下他的神色 明白了 我找个时间帮你跟丽北角说一声 不过 这毕竟是你们的私事 丽北角和丝少是朋友 不是上下级 这种事情 他说了也未必管用 你还是要和丝少说清楚才行啊 我只差没有掐着他的脖子告诉他 老娘跟他分手了 他非要不要脸地缠着我 我能怎么办 林安心提起这个就来气 想到一个月前 医院的检查结果他就更来气了 他的神色郁闷 反正他要是再这么缠着我的话 大不了我不混娱乐圈了 吃年头 谁还没有点骨气了 老娘卖一不卖身 吃恩恩额头上划过了三条黑线 说得那么好听 这么多年了 他还不了解林安心 要说他家吃宝贝是小财迷 那林安心绝对是大财迷 娱乐圈那么能赚钱 他愿意退出才怪呢 估计 四辰也是看准了林安心这一点 才会利用娱乐圈的人脉 缠上去的 看来 这一对注定是欢喜冤家了 一顿饭下来 他全在听林安心抱怨四辰多烦人 足足听了两个小时 吃宝贝都快睡着了 林安心接了一个电话 才意犹未尽地先走了 吃恩恩背着昏昏欲睡的吃宝贝 出了左岸的门 门口 霍毅居然还在等他们 见他出来 忙帮他把背上的吃景尘抱下来 放进了车里 在吃恩恩快拉车门进去的时候 突然跟他说 吃小姐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 不知道该不该说 什么消息 顾桥梅在家里割腕自杀了 吃恩恩呆了一下 下意识地看向他 你说什么 顾桥梅怎么会 顾桥梅在家里割腕自杀了 医生刚抢救过来 现在正转到了重症监护室 吃小姐要去看看吗 货毅神色凝重 顾桥梅怎么会割腕 我刚才还在左岸看到他 吃恩恩不肯相信 货毅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案 应该是从左岸回去 就割得腕 吃恩恩沉默了很久 终于动了动嘴唇 我不想去 他知道顾桥梅割腕给谁看 也知道他去了 顾桥梅会说什么 他不想去 但同时 心脏像是夹上了一个巨大的枷锁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霍毅看他脸色惨白 疲惫不堪的模样 有点后悔自己口快 告诉他这个消息了 忙到 吃小姐不想去就算了 先上车吧 我送您和小少爷回去 嗯 吃恩恩上了车 一路上 车里的气氛都很压抑 吃恩恩唇色雪白 一言不发 护毅有心想安慰他几句 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终于 车子停在了紫金园 吃恩恩把吃宝贝 抱回了卧室的床上 盖好了被子之后 自己到阳台吹了一会儿风 吹着吹着 太阳穴就秃秃地痛了起来 吃恩恩的心情烦闷 也没有心情做其他的事情了 索性陪着吃宝贝 一起睡起了午觉 顾乔梅歌腕 无疑给快要平息的豪门狗血八卦新闻 增加了新一轮的猛料 记者就像是嗅到了新味的猫 纷纷地堵在了医院门口 池氏集团和池建国的别墅 就在网上讨论度 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时 不知道是谁爆料说 顾乔梅歌腕和池恩恩有关 原本向着池恩恩的风向 一下子就变了 开始有声音指责池恩恩心肠太狠 不知道感激顾乔梅的养育之恩 对自己名义上的母亲 赶尽杀绝 云云等 并且这种说法还得到了不少的认同 甚至有人开始黑当年 池恩恩的生母林平 不是被池建国哄骗当了小三 而是爱钱 故意跑去勾引池建国 破坏人家家庭 顾乔梅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 与此同时 池恩恩也被更多人人身攻击了 W国 利北决第一时间得到了获益的汇报 狠狠地把手机摔在了地上 会议室里哑雀无声 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出她的眉头 她重重地喘了两口气 阴谋冷酷很利 顾乔梅早不割腕晚不割腕 偏偏在左岸碰到了池恩恩之后 跑去割腕 打得什么主意再明显不过了 她不在乎她的死活 如果不是顾忌池恩恩的感受 她早就亲自动手让他们一个个的生不如死了 偏偏顾乔梅还不时去 跑去给池恩恩找不痛快 还有池建国 竟然想着趁着这个时候浑水摸鱼 到处找人黑池恩恩 利北决只要一想到霍益跟她说的 池恩恩从左岸回来 就心不在焉地回了房间 她恨不得立刻飞回灵室 可是 她握紧了拳头 狠狠地一拳砸在了会议桌上 面沉如水的滴吼 继续 她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手头上的事情 做完马上回灵室 等她做完事 谁也别想拦着她了 刚才说的项目 半个小时之后 我要看到你们的方案 利总 半个小时太短了 根本就做不出来啊 企划部的部长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利北决一个冷峻的眼神给杀了过去 根本不讲道理 我不听理由 这是命令 是 利总 企划部长慢慢地低下了头 会议室里的人人人自危 生怕下一个会被点到名 池恩恩是半夜痛醒的 小肚子隐隐作痛 生生地把她从睡梦中痛醒了过来 奇怪 肚子怎么会这么痛呢 吃恩恩咬咬牙 从床上撑起来 才发现外面已经黑透了 她都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想要开灯看看时间 结果腹部一阵的脚痛 她手臂一滑 把床头柜上的水杯碰到了地上 玻璃水杯啪的一下 摔得四分五裂 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 只听砰的一声 卧室的门被人粗暴地撞开了 一个夹着冷风的身影 马上旋风般地崩到了她的面前 摁住了她的肩膀 语气着急 吃恩恩 怎么了 丽北绝 你回来了 她呆了一下 她不是在国外吗 货管家不是说 她要三天才能回来吗 她怎么会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问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该死的 她按开了窗头的灯 卧室立刻亮如白昼 她顺便看清楚了 眼前小女人苍白虚弱的小脸 眉头拧得更紧了 急躁地低吼道 我带你去医院 说着她就要抱起她 吃恩恩眨巴了一下眼睛 总算是回过神来 忍着腹部的不舒服 往后躲了躲 不用了 我只是有一点头疼 要说肚子痛 她肯定又要小题大做了 只是头痛 嗯 丽北爵还是阴沉着俊脸 强有力的手臂 强硬地把她从床上抱了起来 一路抱到了客厅 然后把她放在了沙发上 命令她 坐好 不准下来 转身到旁边 接了一杯温水 递给了她 拿去 吃恩恩接过水杯 低头喝了一口 温热的水顺着喉咙 一路暖进了胃 不知道是不是胃暖起来的原因 肚子突然就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她低头又戳引了一小口 苍白的唇色总算是有了一点血色 就在她一口一口地喝水的时候 站在旁边盯着她的阴体男人忽然开口了 顾桥梅的事情 我听说了 吃恩恩动作一顿 抬起了头 丽北爵目光触及她情不自禁握紧了水杯的手 眼神更冷了 索性一把抢过她手里的水杯 丢到了一旁 然后坐在了沙发上 把人抱进了自己的怀里 她的身体又软又焦 身上还有沐浴之后自然的香味 丽北爵绷紧的脸庞放松了下来 一只手抓着她的手 一只手把她牢牢地扣在自己的怀中 继续说 吃恩恩 不准心情不好 他这个命令 命令的吃恩恩哭笑不得 忍不住反驳 心情好不好 又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事情 我不管 你就是不准心情不好 他简直一如既往地霸道 霸道得就像是一个暴君 吃恩恩神色落寞 还是勉强挤出了一点笑容来 我只是在想 我是不是太冷血了 他的话音刚落 脸颊就被人毫不留情地扯住了 嗯 他下手没轻没重 吃恩恩被扯得呜呜地抗议 伸手去拉他的手 似乎不敢相信 他居然在自己心情这么不好的时候 还这么对他 丽北爵却是执拗地不撒手 一直把他苍白的脸颊扯出了红韵 这才松开了手 扣住他往后躲的后脑勺 忽然低下头直视着吃恩恩的眼睛 灼热的呼吸 喷洒在了他的脸上 一字一顿道 我倒是希望你冷血一点 就不会傻乎乎的 为了那种人心情不好 他们做错了事情 本来就应该付出代价 付出了代价 他们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 妄图用割腕解决 如果杀人放火都能用割腕解决 社会早就乱了 他的眸子漆黑 就像是夜空中最亮的那一颗星辰 深邃又如同深井漩涡 仿佛一眼就能把人给吸引进去 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话去思考 所以迟恩恩 你没有错 从头到尾 错的都是他们 你要是非要用这个错误来惩罚你自己 我只能让他们永远消失在你的眼前了 最后几个字 夹着浓浓的血腥气味 那一双漂亮的凤颜中隐隐地饱含着狠力 就像是要杀人一样 迟恩恩吓了一跳 忙反手抓住他 别 那就不准为了他们的事情心情不好 丽北决就知道他会这么阻拦的 迟恩恩勉强地点了点头 一天一夜没有见到这个女人了 也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一分钟 明明身体疲惫到了极点 一靠近他 浓浓地睡意如期而至 但是 这一会儿他却不想睡觉 恨不得把这一张脸 这个人楼刻到自己的眼里 心里 把他变成一个玩偶 无时无刻地不戴在身边 丽北决深深地看着怀中的小女人 无论怎么看都觉得看不够 不够 还不够 该死的 明明他以前也是因为工作离开过他 那个时候也没有觉得会像现在这么难受 这才多久啊 他就变得连一天都不想离开他了 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 他真的只有把迟恩恩拴在裤腰带上 随时戴着了 迟恩恩被他灼热的目光 盯得是浑身不自在 情不自禁地动手在脸上擦了一下 问他 我脸上睡起因子了 要不然 他怎么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呢 嗯 丽北决的眼神越发地悔暗 越来越暗 哪儿呢 迟恩恩看不到自己的脸 只能脸颊微红地乱摸 丽北决伸出手 点了点他的红唇 暗哑着嗓子 这儿 刚说完 不等他反应过来 已经俯下身 封住了那一张勾人的小嘴 他吻得狂热 恨不得把人吞下去一样 湿热的蛇攻尘掠地 占有着迟恩恩口腔中的每一寸 左手则是强势地扣着他的后脑勺 不给他任何退缩躲闪的机会 强迫迟恩恩迎合着自己的热吻 胸腔的氧气一再地被压榨 吃恩恩都快要呼吸困难了 丽北决终于在这个时候放开了他 吃恩恩得以喘息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 下巴再度被抬了起来 灼热的脖唇又一次贴了上来 这一次他没有再那么的强势霸道 时间时不时地点在了他的唇上 就像是羽毛落在了唇上 酥酥麻麻 吃恩恩被了得难受 忍不住地哼了一声 丽北决的谋色立刻就暗了下来 刚要再进一步 忽然 咔嚓一声开门声 小卧室的门被打开了 穿着兔子睡衣的漂亮小男孩 拿着水杯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一边走 还一边揉着心松的睡眼 打着哈欠 他身上穿着真兔毛做的 小可爱的兔子睡衣 屁股上还有一个 圆圆可爱的兔子尾巴 脚下却又穿着一双 和本人极为不相符的 大人的拖鞋 走起路来踩得哒哒哒的 吃恩恩触电般地 把近在支持的男人推开 脸红得快和苹果媲美了 宝贝 你怎么起来了 吃景晨拿着自己的小水杯 撇了沙发一眼 淡定地说 口渴了 起来喝水 啊 多喝水好 吃恩恩总有一种 小时候上课偷玩 被老师抓了一个正着的窘迫感 吃景晨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咕噜噜地喝了一大杯 又重新倒了一点进去 这才拿起水杯 淡定地往房间走去 眼看着他就要进去了 他突然回过头来 看向吃恩恩说 女人 家里还有小朋友 你和隔壁老王 注意点影响 就这样 我睡了 晚安 咔嚓 卧室的门关上了 吃恩恩却是闹了一个大红脸 恼羞成怒地狠狠地瞪了一眼罪魁祸首 挣扎着腰起来 丽北爵是心情最不爽的那一个人 眼看着吃恩恩就要主动迎合了 居然被人横插了一手 害得他错失良机不说 看样子 今天晚上也不用想了 而且 隔壁老王 他平时在吃恩恩的面前一直这么叫他的 那个小子 看来是想挨打了 吃恩恩趁机挣脱了他的怀抱 马上弹开了 看了一眼墙上的已经凌晨五点的时间 再一看他风尘朴朴的样子 明了一下嘴角说 我去给你做番茄鸡蛋面 丽北爵是有一点饿 在W国的一天一夜 他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 不过 现在他没有胃口 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等会儿再吃 你现在去收拾收拾 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 你不是觉得烦吗 我带你和吃宝贝到附近去度假 不看不听就不烦了 丽北爵舒展身躯 一双大长腿笔直修长地包裹在西装裤下 搁着薄薄的布料 都能让人感觉到双腿喷张的力量 那是属于男人的可靠魅力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烦 我们不用跑那么远 除了带你出去去散散心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丽北爵没打算隐瞒他 有人借着顾桥梅割腕 打做文章 想要把你拖下水 现在媒体记者到处在找你 想要采访你 我不想他们打扰到你 还有 不让他们拍到吃宝贝 是对吃宝贝最好的保护 迟恩恩沉默了 有人肯定是迟建国 看来吃建国也快狗急跳墙了 我走了 事态就能平息了吗 他问 丽北爵阴谋强大自信 你不走也能平息事态 有我在 谁也不能欺负你 我让你走 只是不想让你看到那些恶心的报道 还有 他们要是知道你还在灵事 只不定会想出更恶心你的招数 你走了 我会安排人处理舆论新闻 吃恩恩知道她说的是实话 顾乔梅连割腕逼迫她都做得出来了 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她不知道 要是她亲眼看到顾乔梅 还能不能做到不心软 毕竟顾乔梅说得对 不管她是不是纵容了池雅 至少这二十年来 作为池家的夫人 她没有明面上为难过自己 丽北爵向来是雷厉风行 凌晨五点 说要带他们出去度假 八点 他们已经到了临时成交的一个山间风景区 丽北爵在这里有一块私人度假别墅 可耻地占据了风景区最好的风景点不说 占地面积还大到上百里 可以说 风景最好的那半个山 都被她私人给承包了 车子很快停在了别墅门口 池恩恩率先下车 一下车 就被山间清新自然的空气填到了 清晨山间的空气中 不只有泥土的芬芳 微风扶来 还带着草莓的香甜 池宝被第二个从车上蹦跌下来 眼睛最尖 指着西北方兴奋地喊 女人 你快看 哪里有好多草莓 池恩恩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果然看到了一片大大的草莓田 六月阳光正好 也正是出草莓的季节 田里面的草莓都成熟了 红色和绿色交织 还有蝴蝶在上面飞舞 美得就像是梵高画里面的向日葵一样 朝气蓬勃 池恩恩心情特别好的弯起眼眸 拉着她的小手轻声地说 我看到了 待会儿妈咪带你去采草莓好不好 好 但凡是不要钱可以吃的东西 吃宝贝都特别地喜欢 池恩恩回过头 问了一下旁边恭敬地站着的货益 货管家 那些草莓可以摘吗 可以啊 那一片草莓还是绝叶让人种的 因为绝叶嫌弃原本种在这里的花田 不够香 全部都换成了草莓 结果每年草莓成熟了 绝对都不来吃 全部都浪费在了田里了 露露老师说过 浪费最可耻了 池景晨最不喜欢谁浪费了 小脸崩起地哼击道 他自己都是奶生奶气 教育起人来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反正居要下车的男人 是一点都没有理会他 迈开大长腿 静直地走向了池恩恩 攥住池恩恩的手腕 就往别墅里拉 陪我睡觉 丽 丽北绝 我和宝贝约好了 要一起去摘草莓的 池恩恩一边跟着他一边说 丽北绝置若罔闻 大长腿一步当人一步半地往前走 我已经两晚上没有睡觉了 他在W国没有休息过 想到凌晨五点 他满身风霜地赶回来 池恩恩一下子就放弃了抵抗 霍义应该会照顾好吃宝贝 先让霍义陪着吃宝贝摘一下草莓好了 池恩恩放松了下来 别墅分作是两层 一共八个房间 装修以黑白为主 是这个男人一贯喜欢的欧式低奢风 入目的 客厅里的家具 全都是来自W国高端奢侈品牌 这个品牌的家具 一大特点就是低调 另一大特点是贵 不是一般的几万十几万的贵 是那种一个椅子的价格 都能让人瞠目结舌的贵 而且国内并没有这个高端的奢侈店 恐怕历北爵别墅里的这些家具 全部都是用飞机空运过来的 暖炉上方挂着一幅巨大的中世纪油画 上面画的是一个欧洲骑士赛马的图 池恩恩依稀地记得 他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这一幅画 他虽然想不起来在哪里看过 但是看装表和画风都知道 这一幅油画不是凡品 也是 在历北爵的身边 什么时候出现过凡品呢 他的身边 哪怕是最不起眼的纽扣 可能都是哪一个地方的顶级奢侈品 池恩恩一路被他牵着上了二楼 好好的门他不开 一脚就被踹开了 池恩恩心疼那一扇精致的房门 瞪了他一眼 你就不能好好地开门吗 不能也可以让他帮忙开呀 干嘛非要粗暴地踹开 啰嗦 历北爵现在 累得神经都紧绷成了一条直线 要不是他一直在身边 他的脾气能更糟糕 他率先进了卧室 取下了领带 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套崭新的浴袍 往浴室走去 一边不住地回头指使他 池恩恩 我去洗澡了 你找一本书 一会儿念给我听 是是是 老爷 历北爵累得都没有力气 跟他计较他那一句老爷了 转身进了浴室 不一会儿 浴室里面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 池恩恩一言在房间里找起书来 他知道历北爵有看报纸的习惯 不管在哪儿 每天佣人都会送上报纸 他在房间里找了一圈 却没有找到报纸 池恩恩有一点奇怪 诶 难道是庸人忘记了 不可能啊 以前在京市 他都搬到京市安置小区住了 每天还准时准点地 有人送上报纸上门 这里怎么会没有呢 是庸人不小心忘记了 还是还没有送来 池恩恩觉得有这个可能 没有报纸 他翻了一圈 找到了一本工程学概论 才翻了几页 洗澡的男人就已经出来了 他凌厉的短发上还滴着水 透明的水珠 顺着桀骜的下河往下流 从林口一路滑到了最里面 性感地让人喷鼻血 帮我擦头发 他兜头丢了一个白毛巾过来 池恩恩被他糊了一脸 有点郁闷地扯下毛巾 他人已经翘起大长腿 坐在了沙发上 大爷似地等着他服务了 池恩恩默念了好几遍 他两天没有睡觉了 才压下了摔毛巾走人的冲动 默默地走到他的身后 帮他擦起头发来 丽北觉得头发又黑又硬 每一根都凌厉地 跟他的性格一样 池恩恩尽量动作轻柔地 擦拭着上面的水珠 等水珠快要擦干的时候 他手指按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轻轻地按摩起来 最胀痛的地方 忽然被一双小手轻柔地轻抚 丽北觉舒服地眯起了阴谋 就像是打赌的猛兽 调整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 博春同时溢出了一声味弹 池恩恩见他神态放松 又顺着太阳穴 帮他按摩了一下其他地方 一按就是半个多小时 他的头发自然风干了 他的手也举得快要麻了 池恩恩悄悄地移开手 刚甩了甩 闭着眼睛休息的男人 就睁开了眼睛 把他往沙发上一拖 俯身就在他的耳朵上 啃湿了一口 阴谋深邃 哪里有半点睡意 分明就是被撩起了浴火 咬牙切齿的低牙 池恩恩 我真的想把你吃得渣都不剩 池恩恩双颊飞红 双手撑在他的胸膛 一边推 眼神一边闪躲 别闹了 你不是累了吗 快上床睡觉 我是要上床睡觉 丽北爵眼神幽黑 忽然把他抱了起来 不顾他的惊呼 丢到了床上 翻身压了上去 在那之前 我更想先睡了你 他俯身刚要闻下去 池恩恩眼急手快地 把床边的书拿过来 挡在了脸上 我给你念书 没有闻到他甜蜜的唇 却倾到了一本 冷冰冰脏兮兮的书 丽北爵的俊脸一黑 翻身起来了 池恩恩扎巴着眼睛 乖巧异常地讨好他 帮他盖好被子 柔声说 丽北爵 你都两天没有睡觉了 必须要休息 不然身体受不了了 我给你念书好不好 我说不好 你会乖乖地让我睡 这语气 怎么听怎么不满意 池恩恩窘了一下 老老实实地回答 不会 三天被坐约了两次 他真的有点来不起了 虚伪的女人 丽北爵绷着脸 更不爽了 嘴上说得那么好听 无非就是哄我 池恩恩假装听不到 翻开说 他还装死 丽北爵的胸口血液翻涌 阴谋锁定着那一张 微红的小脸 怎么看怎么诱人 还是没忍住 大手勾住她的脖子 把她压下来 吻了一口 终于吻到了心心念念的香甜红唇了 她呼吸逐渐地加重 加深了这个吻 池恩恩在床上哪里是她的对手 只能被她欲取欲求 小腹逐渐烧了起来 里面就像是有烈火在跳跃 丽北爵谋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暗 在即将失控之前 她松开了手 用尽自制力 把目光从气喘吁吁的小女人身上移开 池恩恩 开始念 她要是再不开始念 她就不想听了 比起念书 跟她做爱更容易入眠 可惜 这个女人每次都不愿意和她做 她声音因为刚才的热吻变得沙哑 更增添了几分男人的性感 池恩恩晕乎乎地拿起了床上的书 一个字一个字轻柔地念了起来 柱下带形基础 交叉梁基础 尚不合宰较大 地基承受力较低时 独立基础底面积不能满足设计要求 可将若干竹子的基础连成一体 做成柱下带形基础或十字交叉梁基础 池恩恩是文科生 这本理科专用的工程概论 在她读起来晦涩难懂 她认识上面的字 上面的字不认识她 里面还有很多傲口的专业名词 池恩恩读的是结结巴巴 必须要全神贯注才能不那么傲口 她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书上 连床上的男人什么时候睡着了都不知道 等她念得脖子都够痛了 才发现床上的男人早已经沉沉地睡去 她亲手亲脚地把书放在了旁边 准备悄悄地离开 谁知道 刚准备起身 就发现自己的左手腕被人牢牢地扣着的 她错愕地发现 扣着她的手的人正是已经睡着了的男人 她都睡着了 怎么还不忘控制着她呀 这控制欲也是没谁了 池恩恩无语地动手 想要把她的手拉开 然而她刚一动 睡熟的男人立刻皱起了眉头 就像是被打扰了好梦一样 脸色不愉 池恩恩顿时一动也不敢动了 她不动 男人紧皱的眉头又慢慢地舒展开了 她真的睡着了吗 池恩恩哭笑不得 走不得离不开 她只能任命地在旁边躺了下来 丽北绝的睡颜近在咫尺 睡着了的她 没有了平日里的傲慢霸道 冷硬霸气的轮廓也多了几分柔和 看起来就像是古希腊雕刻里的公爵 池恩恩甜蜜地打亮着她的睡颜 在看到她眼底隐约可见的黑青石 心脏木然地一疼 她说她已经两天没有睡觉 肯定是真的两天没有睡过 不止晚上没有休息 白天也没有休息 联想霍益说过 她要出差三天的话 池恩恩不难想到 丽北绝是怎样加班加点地 忙完手头上的事情赶回来的 她肯定是听说了顾桥梅的事情 一刻不停地赶了回来的 又一秒钟没有休息地 把她和池宝贝带来这里来度假 池恩恩的心被一个叫做立北绝的男人 添得满满的 她霸道幼稚还强势 但真的对她很好 也许性格的原因 她做不到百分之百的贴心 但是她一直在努力地做得更好 池恩恩的嘴角不由自主地扬了起来 右手伸到了半空中勾勒起她的眉眼 她英气的眉毛 漂亮的眼睛 高挺的鼻梁 玫瑰色的薄唇 每一处都是上帝最满意的杰作 每一处都完美地找不到一丢丢的毛病 比欧洲最精致的雕塑还要精致 抛开脾气来说 这个男人真的算是上一个完美的男人 算起来他还是捡了一个宝了 阴差阳错地和他睡了 又有了吃宝贝 再回国和他巧遇地重逢 过往的回忆 现在都变成了甜蜜的回忆 池恩恩眉眼弯弯 放下手来 悄悄地挪到更贴近他的地方 舒适地闭上了眼睛 她昨天从下午开始睡到了凌晨四五点 现在才早上八点半 她本来以为自己睡不着 可不知道为什么 睡意不一会儿就袭来了 她打了一个哈欠 沉沉地睡去 一觉好梦 梦里面全是糖果般甜蜜的香味 池恩恩眼珠子转了转 艰难地睁开了眼睛 一睁眼就发现旁边的男人已经睡醒了 正撑着头一顺不顺地看着他 也不知道这样看了多久 咋 池恩恩快被他看得习惯了 懒懒地打着招呼 丽北角薄唇一勾 忽然问 池恩恩 你为什么让我有一种看不够的感觉呢 也不是他有多美多漂亮 比他漂亮的女人他见得多了 也没有想要多看几眼的冲动 更别提是一直看都看不够了 他却让他有一种永远都看不够的感觉 这个 池恩恩厚着脸皮 耳尖发烫的俏皮说 可能是我比较有气质吧 他还是第一次在男人的面前这么自恋 特别还是在丽北角这种 真的有气质的人面前 他还真的是有一点不好意思了 他突如其来的俏皮 惹得丽北角挑了一下眉 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还认同的点点头 哼 有可能 池恩恩更窘了 吐了吐舌头 你是有一种气质 别的女人都没有的气质 让我无时无刻想要睡你的气质 这么下流的话 他还说的是一本正经 池恩恩的脸一下子红了 怒视了他一眼 大游早就知道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意思 丽北角却被他那一眼瞪得是身心愉悦 在他的唇上偷吻了一下 淡定地宣布 改天我要让霍益把杜沙蜡像馆做蜡人的人找来 给你量身定做一个蜡像 我就能走到哪都把你带上了 蜡像 你太夸张了吧 池恩恩瞠目结舌 他的脑回路到底有多么的不同常人呢 才会想到给他做蜡像 有什么好夸张的 这样可以随时随刻把你带在身边 丽北角不满意他的反应 在他的唇上咬了一口 池恩恩吃痛地撕了一声 惊不住地吐槽 那你还不如做一个充气娃娃 更能随时随地地带上 还轻松方便 充气娃娃 丽北角居然真的思索起了这个可能性 阴谋一觅 赞同他的建议 嗯 有道理 我再让霍益找个人 按照你的比例做一个充气娃娃 应付你来打姨妈不方便的时候 池恩恩真想给自己两巴掌 来得及吗 丽北角得到了好建议 心情愉悦地抱着他 又亲又要 那模样就像是睡饱了的狮子 对着猎物甜甜蹭蹭 慵懒地寻找着下手的机会 池恩恩打了一个机灵 他可不想把大好的时光 和他浪费在床上 当即睁开他的牵制 坐了起来 我答应了宝贝 要陪他摘草莓 我去看看他在干嘛 他那一副躲闪不及的样子 摆明了就是想跑 丽北角心情好 没有把他捞回来 撑着头 目光随着他一动一动 池恩恩下床去梳洗了 就看到他洗澡之前 随便地扔在沙发上的衬衣 掉在了地上 他习惯性地弯腰 把衣服剪了起来 正要放回沙发 忽然又闻到了熟悉的香水味 池恩恩的动作一顿 促起了眉头 这个香水味 他在他生日那一天晚上 也在他的衬衣上闻到过 可那个时候 他人在临时 白天他说他去应酬了 他没有想太多 觉得他是蹭到了 哪个女人的香水 可是 现在这一件衬衣 是他在W国穿的 不会那么巧合的 W国的应酬里面 也有喷这一款香水的女人吧 寻常的香水还有可能 可是这一款香水是限量款的 很少人用 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场合 衬衣上都沾染上了 同一款不常见的女士香水 池恩恩就是心再大 也发觉不对劲了 他正在发呆的时候 腰上多了一个炙热的手臂 从后面抱住了他 在发什么呆 池恩恩回过头 明眸清澈地说 我在想 要不要帮你把衣服洗了 丽北爵这才注意到 他手里拿着的衬衣 眼底闪过一丝厌烦和阴霾 冷冰冰地说 不洗 直接丢掉 这一件衣服 你不是才穿过一次吗 丢掉了太可惜了 我还是把它洗干净吧 他的话音未落 丽北爵已经强势地 躲过了衣服 丢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我有的是衣服 这件我不喜欢 池恩恩看了一眼垃圾桶里面躺着的白衬衣 明紧了嘴角 这件衬衣的款式 就是他平时喜欢的简单款 连牌子都是他比较喜欢的几个牌子里的一个 他却说不喜欢 如果说 他刚才只是一分生疑 现在已经变成了三分了 丽北爵到底瞒着他什么事情呢 这个香水味又是属于谁的 就在这时 霍义敲门进来了 绝业 池小姐 午饭做好了 小少爷已经在下面等着你们了 知道了 丽北爵看到那一件碍眼的白衬衣就烦 拉着吃恩恩的手就往外走 一边吩咐 让人把房间收拾一下 好的 绝业 霍义也看到了垃圾桶里的白衬衣 聪明如他 已经大概的猜到了丽北爵的意思了 楼下餐厅长行餐桌上 池景晨正在一个人坐在特制的高脚椅子上 他短短的小短腿在半空中晃来晃去 当看到吃恩恩和丽北爵下来 大眼睛一亮 脆声声地叫了一声 女人 丽北爵一听到他喊女人 就想到了他喊自己隔壁老王 俊恋臭臭地拉开了椅子坐了下去 吃恩恩则是坐在了一大一小两个人的中间 摸了摸吃宝贝的头 问他 上午你去摘草莓了吗 池景晨撇了一下小嘴 不开心地抱怨 没有去 霍益叔叔说要带我去 我没有答应 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摘草莓 你又跑去陪你老公睡觉了 吃恩恩 你说话不算话 他小脸蛋上全都是忧怨 可怜巴巴的活像是被人给抛弃了 吃恩恩忍不住捏了一把他的小脸蛋 滑滑嫩嫩的跟豆腐一样 他弯起眉眼揉声哄他 我们吃了饭就去好不好 你确定吃了饭不会又被那个谁给拉走吗 吃景晨已经不相信他了 说那个谁的时候 还不忘瞥不远处居傲的男人一眼 哼 有什么大不了的 等他以后长大了也会变得高高大大 到时候隔壁老王就老了 肯定抢不动女人了 到时候吃恩恩就是他的了 他握紧小拳头 悄悄地下定了决心 要多喝牛奶多吃肉 快点长高长大 吃恩恩被他早熟的话 逗得是哑然失笑 摇摇头承诺 不会 我答应了要陪你摘草莓 就会一定要陪你去的 吃景晨的表情多云转情了 撅起了小嘴 哪声哪气地把自己的杯子 推到了吃恩恩的面前 兴奋地催促道 那 那我们快点吃 吃完了一起去摘草莓 语人 呢 你喝水 哎呀妈呀 这是谁家的儿子呀 这么的贴心 吃恩恩手又痒痒地 捏了一下他的小脸蛋 吃景晨大概是被他捏得不舒服了 悄悄咪咪地往后躲了一点 还揉了揉自己的脸颊 他生得漂亮 随便一个萌萌的动作 都能萌化人心 吃恩恩原本有一点 郁闷的心情开朗了不少 也有了吃饭的胃口 拿起刀叉 准备切割牛排 他面前的盘子被端了起来 一盘切得纹理分明 大小一致的牛排 重新放在了他的面前 而他那一份还没有动过的牛排 则是放在了居傲的男人面前 大概是感觉到了 持恩恩在看他 丽北决阴谋淡定地一腻 博春一碰 吃吧 持恩恩回了他一个笑容 开始吃了起来 坐在旁边的持景晨 哼哼地瞪着 跟他抢女人的隔壁老王一眼 在心里默默地付匪 装插 一边更加地用力 哼哼唧唧地自己动手 切起了自己面前的牛排 那力气不像是在切牛排 更像是在切石头 吃完午饭 持恩恩如约地 带着吃宝贝去摘草莓了 别墅的前面 就是一大片的草莓园 一眼望过去都望不到边 在草莓田的不远处 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溪 溪水叮咚地 从田梗里面穿过 两侧的杨柳树 跟随着微风摇摆 送来一阵阵 带着草莓香气的清爽凉风 不远处别墅的外面 摆着一张海滩度假用的桌子 上面摆放着瓜果饮料 堂椅上还慵懒地靠着一个男人 庸人穿梭着 为他送上了冰镇锅的饮品 持恩恩和持景澄两人 一人戴着一个草帽 大手牵着小手 提着竹边的小篮子 往草莓田进发 他们找到了一个阴凉 一点摘草莓的地方 刚放下篮子 持景澄就蹲在他的身边问 女人 你天天和隔壁老王睡觉 我是不是快游 弟弟和是妹妹了 咳咳 持恩恩被他突如其来的 同言同语 呛得差点没有倒过气来 持景澄没有觉得 自己问了一个 多么私密的问题 眨巴着大眼睛 漂亮的小脸 跟小天使一样 电视上说的 爸爸妈妈天天睡在一起 很快就会创造出了小宝宝 我喜欢妹妹 为什么 一般男生不是比较喜欢弟弟吗 弟弟可以陪着你一起玩打仗的游戏 一起冒险 一起闯祸 一起打架呀 妹妹比较爱哭 还需要人照顾 持景澄持之以鼻 跟看傻蛋一样的瞥了他一眼 摘了一个草莓丢在篮子里 认真地跟他分析 笨 生女儿是招商银行 生儿子是工商银行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生女儿以后找女婿 可以狠狠地赚一笔嫁妆 生儿子以后 还得赔一大笔老婆本 吃景澄人小鬼大 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女人 你这么穷 肯定没钱赔老婆本 到时候长胸如母 我要贴一大笔钱 所以 还是妹妹好 她才五岁 就有了一本小生意经 还算到了自己的弟弟妹妹头上 吃恩恩惊讶地嘴巴都喝不拢了 吃宝贝 谁教你这些的 露露老师 露露老师一看就是一个小姑娘 不像是会教这些的人呢 搞不好 露露老师自己都没有她想得多 算得轻 她没有教过 露露老师没有教过 利北决更不可能教过 吃宝贝这套理论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她这些年虽然没有多少钱 但是在物质上 也算是尽量地满足了她 不至于过得多富足 但也没有穷到吃土啊 她家吃宝贝 怎么就长成了一个数字精呢 我自己琢磨的 吃井尘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大眼睛低溜溜地盯着她的肚子 格外认真的说 女人 给我生个妹妹吧 我一定会好好地保护她 不让她被坏蛋骗走 妹妹多好呀 香香软软 像一个包子一样可爱 弟弟不好 又臭又烦人 一天到晚到处乱爬 还要跟她抢玩具 抢女人的注意力 她不喜欢弟弟 喜欢妹妹 她那个眼神太期待了 期待的就好像 吃恩恩现在的肚皮里 就藏着一个妹妹 马上就要生了一样 恨不得盯出一个洞来 吃恩恩用篮子 把肚子一挡 窘迫地说 这里没有弟弟 也没有妹妹 你不要想太多了 原来还没有啊 吃井尘失望地 收回了目光 嘟囔了一句 看来 隔壁老王和梁青的爸爸一样 不大行啊 梁青就是上一次 和他在幼儿园打架的男生 梁青的爸爸 早年出过事故 伤到了那个地方 所以只有梁青一个独苗 这件事情 幼儿园的家长都知道 他一提起梁青爸爸 和丽北爵一样 吃恩恩明知道 他或许不大懂不太行 是什么意思 还是经不住的脸一红 丽北爵不行 丽北爵只差 没在床上翻了天了 但是这话 他又不可能跟池宝贝说 只能沉默地 默认了丽北爵不行 吃宝贝大概意识到了 不行是一个不好的词 他瞅准了一个大草莓摘下来 放进了吃恩恩的篮子里 乃生乃气地安慰他 女人 你不要郁闷 隔壁老王不行 还可以看医生 梁青的爸爸 就经常看医生 隔壁老王那么有钱 肯定能找到好医生的 嗯 再让他通言无忌下去 吃恩恩很怕被丽北爵给听到 把他的屁股给揍开花 到时候 看医生的人就变成他了 田园里的草莓都成熟了 两个人你一个我一个摘得不亦乐乎 吃宝贝毕竟只有五岁 下手没个轻重 有时候会不小心把草莓捏碎 小手上沾上了草莓红红的枝叶 他调皮捣蛋地往吃恩恩的脸上擦 吃恩恩一边躲闪 一边学他往他的脸上涂草莓汁 好好的摘草莓 到了后面演变成了你追我赶的涂草莓大战 草莓田里时不时想起了欢声笑语 丽北爵目光紧紧地锁定在田里 崩跑的一大一小身上 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他的嘴角情不自禁地上扬 勾起了一个温柔的弧度 庸人们都看呆了 绝叶竟然会温柔地笑 他们看到过霸道的绝叶 面无表情的绝叶 发怒的绝叶 高冷的绝叶 就是没有看到过温柔的绝叶 年轻的女佣纷纷咽现起田里打闹的吃恩恩来 真是好命 不止勾搭上了绝叶这样的极品男人 还能让绝叶捧在手掌心宠着 吃小姐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这辈子才会有这样的好福气 他们羡慕归羡慕 但是没有谁想要凑上去找虐 绝叶对女人的态度有目共睹 他们可不认为自己上辈子也拯救了银河系 万一凑上去不止没有攀上高枝 还把绝叶给得罪了 那才是真的得不偿失呢 霍毅已经让人把卧室给收拾了 顺便处理掉了那一件白衬衣 一下来就看到了 丽北爵正一顺不顺地望着草莓田的方向 而小少爷的笑声清脆地传来 他抬头望过去 看到草莓田里欢欣鼓舞的两个人 心情也跟着好起来 绝叶 您的手机 他收回视线 把丽北爵的手机双手递了过去 丽北爵看了一眼手机上发来的短信 好心情笼罩上了一层乌云 不过很快 又被传来的欢声笑语吸引了 他没有管心消息 拿起手机 对焦玩耍的一大一小 咔嚓拍了两张照片 照片上的小女人神采飞扬 白皙的肌肤上被晒得粉红 比任何时候都要诱人 看得他恨不得把人给吃掉 霍义在旁边忽然提议道 绝也 要不 我帮您和池小姐 还有小少爷 拍一张全家福吧 全家福 丽北爵声音暗哑 显然很有兴趣 霍义滴眉顺眼地提议 绝也还没有和池小姐 小少爷拍过全家福吧 我觉得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拍上一张 池小姐和小少爷 还有绝也 一家三口的照片 一定很好看 这个马屁拍得丽北爵身心愉悦 他破天荒地 给了霍义一个正眼 饶有欣慰地说道 你的工资好像很久没有涨过了 该涨涨了 霍义憋着笑 低下头 我是发自内心地觉得 池小姐和绝也的全家福 会很好看 池小姐好看 绝也好看 小少爷也长得好看 拿来做手机平保 肯定很温馨 他怎么不知道 霍义这么会说话呀 丽北爵的心情更好了 大手一挥 你之前看上的那辆汉马 我送你 说完还预盖弥彰 奖励你最近工作表现突出 分明就是奖励他全家福的主意出得好 霍义看穿不拆穿 笑而不语地跑过去 帮他叫吃恩恩和吃宝贝了 正好 吃恩恩和吃宝贝也玩得累了 一大一小的篮子里都摘了不少的草莓 两个人的脸上还涂得跟花猫一样 看起来活力十足 赤小姐 小少爷 我帮你和丽爵也拍一张全家福吧 全家福 吃恩恩诧异地看向了面前的男人 有一点奇怪 丽北爵怎么会想到拍全家福了 霍义非要拍的 我勉强成全他一下 转眼他就把锅甩给了霍义 霍义苦笑了一下 不知可否 对 是我最近有意学习一下摄影 麻烦吃小姐帮一个忙 吃景晨一脸嘟嘟嘴地不想配合 但还是乖乖地站在那里了 他都看出来是隔壁老王想拍 隔壁老王还推给霍叔叔 太不要脸了 五岁小娃娃都看出来的事情 吃恩恩那么了解身边的男人 怎么会看不出来 他琢磨了一下 他们的确还没有过合拍 大大方方地同意了 好啊 我先去换一件衣服吧 不用 丽北爵霸道地扣住他的腰 阴谋专注 你现在就很好看 呸呸呸 被忽略地吃宝贝小脸上不满的 都要溢出来了 就在这时 丽北爵蹲下身 把他给抱了起来 淡定地对着霍益说 拍吧 吃景晨一下子拔高了一米多 嘟嘟的小脸憋不住地不自在 不过 大眼睛里的高兴是骗不了人的 吃恩恩看他高兴 也不纠结自己脸上是不是脏兮兮的 衣服上是不是乱糟糟的了 眉眼带笑地看向镜头 准备 三 二 一 话音刚落 抱着小家伙的男人忽然俯身 吻住了他的唇 咔嚓 一张特别的全家福就拍了出来 丽北爵只在他的唇上蜻蜓点水了一下 重新抬起头 心情不错地勾起了脖唇 给霍益吩咐道 再拍一张 吃恩恩被他大胆地亲得呆若木鸡 第二张全家福 他脸红红地看着镜头 丽北爵看着他 吃宝贝则是把他们两个瞅着 画面逗趣又温馨 甜蜜的都要从照片里溢出来了 好了 拍了两张 丽北爵把怀中的小家伙放了下来 拿过手机看了一眼 就把手机给收了起来 你们去洗澡 吃恩恩抱着吃宝贝进别墅去洗澡去了 等洗掉身上的热汗 他舒舒服服地从浴室出来 把头发吹干了 下楼就撇到了 丽北爵放在沙发上的手机 他想起刚才拍到的全家福走了过去 拿起手机输入了他的生日 解开了锁 准备把他手机上的那两张全家福 传到自己的手机上 刚解开锁 他的目光就被一条未读信息给吸引了 喂 新闻你看了没有 把我拍得太好看了 后面还跟了一个洋洋得意的字符表情 吃恩恩一正 就听到身后传来男人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 他吓了一跳 手机里 手里的手机差点掉在了地上 龟是神差的 他按了中间的返回键 然后回过身 表情不大自然 没有啊 我就是想把你手机上的全家福 传一份到我的手机上 丽北爵拿过了手机 皱眉看了一眼 发现还在煮菜单 心里压着的大石头放了下来 他把手机往兜里一放 说 等会儿我让货义传给你 哦 吃恩恩没有纠缠 有一点心不在焉 他粉饰得很好 丽北爵没有注意到他的心不在焉 迈开大长腿说 我让人把你采的草莓做成了草莓奶昔 你要吃就让人去拿 我先上去工作了 好 吃恩恩现在心烦意乱 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他 他不喝自己黏在一起 他能比较轻松一点 丽北爵搂住他的腰支 把他搂进了怀里 勾着他热吻了一个 才恋恋不舍地放开他 阴谋夹杂着欲望 在他的耳边呢喃 我已经两天没有碰你了 今天晚上 你一定要好好地补偿我 四个轻狂 吃恩恩闹了一个大红脸 木然地把他推开 丽北爵提前回国 手里真的是还有不少工作要忙 先上了楼 等他消失在楼梯转角 吃恩恩脸上的红潮迅速地散去 从自己带来的包包里面找到了手机 开机一看 发现手机上一点网络信号都没有 根本就连不上网 不过还有电话信号 不影响打电话 他嘴角抿成了一条直线 找出了林安心的电话号码 沉沿了片刻 走到了安静的角落拨了过去 嘟嘟嘟 手机响了有十多声 那一边总算是接起来了 喂 恩恩 安心 我找你有事 你那一边方便说话吗 林安心 安心扫了一眼 赖在他家沙发上不走的男人 拿着手机往外面走去 等走到了卧室 他反手锁上了房门 再拉开玻璃门 走到了阳台边 这才说 现在方便了 什么事 马上就可以得知真相了 吃恩恩却突然有一些不想问了 如果 如果 他得到的是不想知道的答案呢 他该怎么面对 吃恩恩的心脏 就像是得了绝症一样 难受得厉害 恩恩 喂 你还在吗 林安心等了半天 也没有等到他说话 奇怪的嘟嘆 什么情况呀 难道没信号了 恩恩 吃恩恩回过神来 狠狠心 问道 安心 我想问你一个事 我还以为你那边没信号了呢 半天也不出事 什么事啊 林安心笑撑着 吃恩恩握紧了手机 神色复杂地说 那天 你请我在左岸吃饭 究竟想要和我说什么呢 呃 林安心反应很快 就是跟你说司成的事情啊 我想让你跟利少说说 让他管管这个变态 怎么了 安心 我是说真的 你那天找我吃饭 真正想要跟我说的是什么 吃恩恩顿了顿说 我在利北决的衬衣上 连续两次发现了同一款香水味 这个香水吗 女人都在喷 喷到同一款 多正常啊 她还在打哈哈 她不打哈哈 吃恩恩的心还不会沉得那么厉害 她越是打哈哈 吃恩恩的心越是不停地往下沉 那一款就是我陪你去买的限量款的 林安心打哈哈的声音戛然而止了 出了香水味 刚刚我还在她的手机上发现了女人发来的短信 安心 我没别的意思 我打这个电话给你 就是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什么 我不想一直被瞒着 就像一个傻瓜一样 吃恩恩的嘴角抿得泛白 她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林安心不可能再帮着隐瞒了 深吸了一口气 说 其实我那天给你打电话 是想问你 你是不是和利少吵架了 因为我在W国拍戏 上飞机之前 我看到了一个新闻 什么新闻 利少和金城财阀千金的新闻啊 她没有说具体内容 但是吃恩恩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真相就这么赤裸裸地摊在了面前 吃恩恩顿了好几秒 才张了张嘴 我不相信 她不相信利北角会背着她出轨 她更加不相信 她在外面会找其他的女人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 你知道的 我是看着你们两个在一起 看着利少是怎么追你的 可是新闻上就是那么报道的 有图有真相 回到国内 我又发现 国内一条那方面的新闻都没有 连网上都看不到讨论 我就觉得很奇怪 才给你打电话 约你出来想要问问的 吃恩恩沙哑的声音低声说 你当时为什么又不问了 林安心叹了一口气 因为吃宝贝呀 吃宝贝说 利少对你们很好 我就在想 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要是贸然地告诉你这些 造成你们不必要的争吵 我不是罪过大了吗 她愤愤不平 没想到 利少还真的和那个财阀千金有一腿啊 果然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是狗都改不了吃屎 特别是现在她家客厅里的那一只赖皮狗 吃恩恩还是不相信 利北决真的在外面有女人 安心 你真的亲眼看到新闻了 对啊 那个新闻在W国引起了超大的轰动好吗 都在说 两大财阀继承人要联姻了 机场上42寸的大屏幕高清播放 我两只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女人挽着利少的手臂下了车 两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对情侣 林安心说完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的情绪太激动了 主观意识也太强烈了 她又担心地补了一句 恩恩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吃恩恩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 她现在脑袋一片空白 耳朵里更是嗡嗡嗡地响个不停 喃喃道 我也不知道 要不你和利少摊牌吧 就说你知道了 林安心建议 吃恩恩摇摇头 又反应过来自己是在打电话 不是在面对面地聊天 轻声地说 问她 她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会让人监控着我 而不是给我个解释 华操 这么八道啊 林安心纠结了 那怎么办 我不知道 吃恩恩真的是不知道 她的脑子太混乱了 混乱到她什么都想不出来 她从来没有想过 丽北觉有一天会和别的女人暧昧 更没有想过 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这么突然 突然到她措手不及 林安心后面安慰了她些什么 她都没有听进去 脑海里全部都是安心说的 超大屏幕 循环播放的新闻 她神不负体地放下手机走回了客厅 客厅里 吃宝贝无忧无虑地抱着超大的草莓奶昔 吃得正欢呢 看到她 热情地招呼她 女人 霍叔叔说 这个是我们采的草莓做的 好好吃啊 一起吃吧 我不想吃 她现在没有胃口 吃宝贝天生敏感 察觉到了她的脸色不好看 担心地放下心爱的奶昔 从椅子上跳下来 踮起了脚尖 抱住她的腰 仰起头奶声奶气地说 女人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吗 没 笑起来那么丑 肯定有 她怒容满面地哼紧 是不是隔壁老王又欺负你了 刚刚他们才拍了全家福 转眼隔壁老王就欺负她家女人 太坏了 知恩恩总算是看她了 捏了一下她气鼓鼓的脸蛋 俯身安抚她 没有 她上去忙了 我只是下午玩得太累了 不想吃冰激凌 哦 池景晨不怎么相信 嘴上还是顺着她 那我给你倒一杯水吧 说着 她松开抱着池恩恩的手 哒哒哒地跑去倒水了 一会儿端着水杯 稳稳地小跑向她 女人 水来了 池恩恩生怕她摔了 赶紧结果杯子 在她期待的目光中 勉强地喝了一口 怎么样 有没有凉快一点呢 嗯 凉快多了 谢谢我家小宝贝 池景晨被夸得不好意思了 撇开头嘟囔道 我是男子汉 照顾女人 是我该做的事情 呵呵 就她 还是男子汉 身高都没有过一米五 被自己的妈咪嘲笑了 池景晨跺了跺脚 恼羞成怒地嚷嚷 我本来就是男子汉 池恩恩 你有意见 这种小威胁小威胁的口吻 跟某个人还真是如出一辙 想到了丽北绝 她的眼神又黯淡下来 好不容易好一点的心情 再度夹上了沉重的枷锁 池景晨见她又有气无力的样子 冥冥小嘴想了想 走过去拉起她的手 往沙发上拖 霍叔叔说 客厅里有熊出没的录影带 女人 我们一起看熊出没 我每次心情不好 看了熊出没 心情就好了 她把池恩恩安顿在了沙发上之后 跑到了前面去 服务周到 你要看多少集 今天听你的 都可以 池恩恩看了一下午的熊出没 直到看到了吃晚饭才结束 池景晨就像是一个小画廊一样 一直在她的旁边叨叨 一会儿评论剧情 一会儿嘲笑光头强 再不然 就是剧透 池恩恩知道 她是想逗自己开心 可是她的心情实在是不好 几乎全程都在发呆 丽贝爵工作太忙 没有下来一起吃晚饭 池恩恩扒了两口饭 就放下了筷子 我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 池小姐 您不吃了 霍意惊诧地看了一眼 她只动了两筷子的饭 劝道 池小姐 您吃得太少了 再多吃一点吧 池恩恩摇摇头 我不想吃饭了 是不是菜不合您的胃口啊 池小姐想要吃什么 我马上让人去做 霍意试探地问 池恩恩拉开了椅子 勉强地笑了笑 不是 我就是下午草莓吃得太多了 有点吃不下 霍意疑惑地回忆了一下 记得 她下午没有吃多少草莓啊 可是 看她真的不想再吃的样子 没有勉强 那池小姐先上楼休息吧 我带小少爷吃饭 对对 女人 你先上去休息吧 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池景琛在旁边复合的 池恩恩心里焦脆 心里还压着一个说不出的大事 没有强行逼迫自己 点点头 心不在焉地上楼了 霍意望着她的背影 若有所思地问 小少爷 池小姐今天下午一直这样吗 嗯 女人从今天下午开始就怪怪的 问她 她又不说怎么了 我觉得她的心情不好 下午摘草莓的时候 池小姐明明还是心情不错的 霍意也不明白中途发生了什么事情 暗暗地把池恩恩的异常表现记在了心里 打算找个机会告诉绝也 楼上卧室 大房间里奢华大气 床边垃圾桶已经收拾干净了 早已经看不见今天早上扔掉的那一件白衬衣 池恩恩心烦意乱地坐在床边发呆 不管怎么样 她都不相信丽北爵会劈腿 但是事实摆在面前 她再不承认 短信和白衬衣可以说明一切 她烦躁地拿出手机 低头翻出了相册 她的相册里面被某人强行塞了不少自己的照片 美其名曰 平保备选 每一张照片上的她都是难掩贵气 你在看什么 男人低哑性感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 下一秒 她被拉到了床上 压在了下面 灼热地吻如同雨点落在了她的唇上 脖子上 锁骨上 池恩恩低营了一声 房间里的温度骤然升高了 丽北爵目光灼灼地望向身下的小女人 压抑了一整天的渴望 如同猛兽出闸 再也控制不住 池恩恩根本就没有心情跟她做那种事情 双手抵在她的胸口 摇头晃脑地躲避她的热吻 一面拒绝 丽北爵 我 我不想 丽北爵封住她乌烟的小嘴 勾着她的唇舌 细细着 大手不断地往下滑 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身上燃起了火苗 心里却压抑得难受 迟恩恩突然张口 发泄似的狠狠地咬了她肆虐的热舌一口 丽北爵吃痛地松开 不解地看向了她的明眸 迟恩恩明眸写满了拒绝 身心俱疲地拒绝道 丽北爵 我今天不想要 她还是头一次这么明确地拒绝自己 丽北爵猝促起了眉头 并脚有隐忍欲望的汗水流过 她双手撑在了迟恩恩的两侧 居高零下 暗哑着声音 理由 她灼热地呼吸 喷洒在自己的脸上 脖子上 迟恩恩 别开了头 不看她的眼睛 我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 丽北觉得眉头皱得 可以夹死苍蝇 翻身起来 拽住她的手腕 阴谋满是关心 又是头疼 还是哪里不舒服 她心里不舒服 就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捏着她的心脏 快要没办法呼吸了 痴恩恩的喉咙干涩得厉害 触及她专注的目光 张了张嘴道 我今天真的不想要 我们不要不行吗 我是在问你 哪儿不舒服 丽北爵俊脸一黑 该死的 这个女人是听不懂人话 还是抽风了 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她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就像是她和痴恩恩之间 突然多了一层 看不到的膜一样 痴恩恩眉眼疲倦 为了掩藏她 快要藏不住的表情 她慢慢地低下了头 没哪儿不舒服 她刚才不是 还说不舒服吗 丽北爵抓着她的手一紧 俊脸铁青 眉头皱得快要拧起来了 薄唇上下一碰 男眼喷勃地怒意 所以 你为了不和我做 鬼骗我 她到底是哪儿抽风了 居然用身体不舒服来骗她 害她真的以为她哪里不舒服 一颗心跟着悬了起来 结果 她只是单纯地不想做 不想做就不想做嘛 她不会好好地跟她说嘛 她又不是流氓禽兽 她要是真的不想要 她也不至于强迫她呀 显然的 她已经忘记了 之前自己无数次的强迫 赤恩恩铭紧了嘴角 一言不发 丽北爵瞪了她几分钟 见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把头偏在了一旁 就跟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一样 她的胸口 像被人闷声地打了一拳 烦闷得厉害 她松开牵制 赤恩恩手腕的大手 翻身起床 发泄似的狠狠地踹了一脚桌子 进了浴室 哗啦啦 浴室的水声响了起来 卧室只剩下了赤恩恩一个人 她双手悄无声息地环抱住了膝盖 把头埋进了双腿间 心里说不出的黯然 以利北爵的脾气 她在她兴致这么高的时候 明确地拒绝了她 在她看来 还是用身体不舒服这个理由骗了她 她没气炸了吼她 就算是克制的了 不过 她生气了也好 在她没有调整好情绪之前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她相处 冷战或许是最好的相处方式 至少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浴室里 利北爵冲了一个冷水澡 总算是把满身的灶热给压了下去 冰冷的冷水从喷头里淋了下来 顺着她轮廓分明的浚脸往下滴 利北爵一拳砸在了墙上 慢慢地拧起了眉头 心烦意乱 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了 她足足冲了半个小时的冷水澡 才拿起了一旁的浴袍披上 从浴室走了出来 卧室的灯光暖融融地照在大床上 黑色丝制大床上的小女人侧着身体 像是睡着了一样闭着眼睛 她的睫毛在暖灯的照亮下 又长又翘 就像是颤着翅膀的蝴蝶 还有精致的鼻梁 小巧略带苍白的唇 利北爵冷峻的侧脸柔和得不可思议 她静静地站在床边 目光牢牢地锁定在床上熟睡的人的身上 原本民警的脖唇又松开了 所有人都觉得 痴恩恩长得一般只算是清秀 但是在她的眼里 这个女人哪怕是一根寒毛 都是上帝最精心的恩赐 比任何女人都漂亮地让人舒服 她心头的烦闷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满心满眼都只剩下了眼前的小女人 她上了床 伸手把睡梦中的人捞进了怀中 胸口一下子被添得满满的 与此同时 倦意来袭 她的脖唇勾起 闭上了眼睛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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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恩恩靠着她结实的胸膛 听到耳边一声又一声强有力的心跳 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神色复杂 一夜无眠 第二天 痴恩恩起来 眼瞼下面都能够看到一圈黑眼圈 早 痴恩恩 你昨天晚上偷牛去了 丽北角左手臂搭在她的腰上 不让她起来 凤眸则是紧盯着她的眼睛看 那眼神不高兴得很 你昨天晚上那么早就睡了 眼睛下面那是什么 她昨晚嚷嚷着不和她做 还耍脾气地撒谎说 自己的身体不舒服 硬是要早睡 结果 她就是这么早睡的 痴恩恩看不到 自己的眼睛 摸了摸眼睛下面 好像是有一点浮肿 丽北角看她 又是昨天晚上那一副 心不在焉的样子 胸口就闷闷的 她伸出手 在她的眼睛上擦了一把 口气凶巴巴地质问 眼屎都跑出来了 痴恩恩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啊 她帮自己擦眼屎 还擦得那么自然 一点都没有嫌弃的意思 痴恩恩呆了一下 目光复杂地看向她 丽北角真的很好看 穿上衣服 比T台上的男模还要帅气 不穿衣服 也是欧洲中世纪的贵族雕刻 这样的男人 有很多女人喜欢 很正常 女人多了 一次两次 可能抵挡住住诱惑 三次四次 难免有抵抗不住的时候 那个女人 应该很漂亮吧 出生财阀 万千宠爱 反正 肯定跟她不一样 眼看着她又魂 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丽北角终于被惹怒了 俯身 封住了她的小嘴 不顾她的反抗 敲开背齿 勾住她的唇舌 纠缠起来 凶狠的 就像是要把她给吃掉一样 另一边 她的大手掀开了被子 翻身压在了她的身上 膝盖挤进了她的双腿之间 另外一只手 开始撕扯她的衣服 嗯 不要 丽 丽北角 她的大手粗力 可能跟常年训练有关 并不像她的长相一样 养尊处优 指腹的脖茧摩擦过皮肤 激起一连串的电流 吃恩恩不是没有经历过事情的小女孩了 身体本能地有了反应 染成了一潭水 她误咽着从热吻中找到自己的声音 惊喊 丽北角 不要 我 她双手推嚷在男人的胸口 丽北角的毛子沉得快要滴出水来了 压根不听她的话 大手倾注她抵挡了双手 一只手就足够牵制她两只手的手腕 她强硬地把她的手腕往上一拉 摁在了头顶 黑童深邃到了极点 居高领下地盯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顿 你是不想做 还是不想要我 你是不想做 还是不想要我 她阴谋心红 明显地已经隐忍了很久 在这一刻完全爆发出来而已 迟恩恩被问得哑然 她的沉默 无疑是导火索 丽北角眼底 卷起了惊涛骇浪般的怒火 该死的 她果然没有感觉错 这个女人不是不想做 是不想和她做 胸口就像是被人捅了一刀 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她根本不明白 自己究竟是哪里惹到她了 更不明白 为什么突然之间 这个女人好好的 就给她判了死刑 你不想要我 她上辈子一定是抛了她的祖坟 这一辈子 她才会这么反反复复地折磨她 迟恩恩 回答我 你是不想做 还是不想要我 迟恩恩被她逼迫地 看向她的眼睛 明眸疲惫 好半天才沙哑着嗓音 疲惫地说 丽北爵 你不要闹了好不好 我不舒服 昨晚上你也说你不舒服 我相信你了 结果你骗了我 现在你又说你不舒服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她的目光冷硬如铁 我真的不舒服 她真的是心里不舒服 丽北爵居高临下地 拽着她的手 把她拉了起来 大有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架势 咄咄逼人 好 你说 你哪里不舒服 说出来 我就让护役叫四成 过来帮你检查 心里不舒服 要怎么检查呢 把整个心都给掏出来吗 丽北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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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着怒火 咬牙切齿 说不出来了吧 他大手开始肆虐 伯唇靠了过来 吃恩恩被他弄得烦了 忍不住拧起了眉头 冷声强调 丽北爵 丽北爵 压抑着怒吼 好 只要你回答我刚刚那个问题 我就放开你 吃恩恩 你是不想要 还是不要我 她的眼神仿佛执拗的 一定要得到一个答案 吃恩恩被他灼着的目光 看得浑身不自在 情不自禁地别开了眼 错开他的对视 还是咬住了那一句 我不舒服 又是这一句敷衍他 轰的一下 丽北爵眼底的怒火 彻底点燃了 原本心红的眼 更是如同惊怒的野兽 受伤的同时 恨不得撕碎伤害他的人 他不顾吃恩恩的挣扎 大手牵制住小女人的下巴 脖唇贴了上去 滚烫的蛇 不管不顾地撬开唇齿 在口中扫荡 就跟一个杀红了眼的豹君一样 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 因为失控 他的动作难免大了一点 吃恩恩的下巴被他捏得通红 蛇根也被允得生疼 在极度不舒服中 他拼命地抵抗 我不要 丽北爵压住他动弹的身体 红着眼居高临下 你要 吃恩恩 你要 必须要 当初是他主动要他 现在要了就不能丢掉 何况是毫无理由地突然丢弃 他不能接受 绝对不能 嗯 丽北爵 所有的抗议都被男人吞进了腹中 吃恩恩挣扎到了最后 自己都挣扎得没有力气了 最主要的是 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这个男人的气味 不管他心里愿意不愿意 身体都不由自主地配合着他的欲取欲求 皮肤是火热滚烫 心却冷如冰霜 迟恩恩在冰火两重天中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眼角滚过了一滴水色 他也不挣扎了 一动不动 随便他取球 迟恩恩 我命令你 睁开眼睛 丽北爵病脚的汗水顺着下河低下 他怒不可遏地盯着身下完全没有反应的小女人 心里卷起了惊涛骇浪 俊脸的怒容更甚了 他什么意思 他以为这样 他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吗 只要是他持恩恩 哪怕是一个没有反应的充气娃娃 他也要 持恩恩再次醒过来 外面已经是黄昏了 他动了动手指 浑身酸疼得厉害 卧室里还弥漫着特殊的气息 可以想象到之前的战况有多激烈 他扫了一圈房间 没有看到丽北爵 他松了一口气 撑着身体想要坐起来去洗个澡 起身才发现 他的身上已经换好了新睡衣 皮肤也是干干爽爽 应该是早就洗过澡了 谁帮他洗的 不言而喻 咔嚓 房门突然打开了 高大阴挺的身影走了进来 持恩恩条件反射地往被子里一躺 闭上了眼睛 哒哒哒 沉稳的脚步声走近了 停在了他的床边 他闭着眼睛 睫毛微微颤抖 藏在被子里的手 也不自觉地揪住了身下的床单 他不知道 他揪着床单的同时 床单上的被子也被扯动了 光是这个小动静就可以看出来 他根本是在装睡 丽北爵在床边站了两分钟 沙哑着嗓子喊了他一声 持恩恩 回应他的是满事的安静 他胸口被压迫得极度难受 就像是被一只手生生地撕开了 丽北爵把蜂蜜水放在了床头 隐忍地说 晚饭已经做好了 吃宝贝在楼下等你一起吃饭 他说你不吃他也不吃 床头放了水 起来记得喝一点 说完 他握紧了拳头 转身拉开了房门出去了 咔嚓 关门声传来 床上装睡得持恩恩睁开了眼睛 从床上坐了起来 目光复杂地看了一会儿床头的水杯 伸出手 把水杯握在了手里 里面的蜂蜜水是温热的 连带着玻璃杯也是淡淡的余温 他拿着杯子放在了嘴边抿了一口 甜甜的蜂蜜水 温度刚刚好 滋润着喉咙暖进了胃里 他一口一口喝光了一整杯水 才从衣柜里找出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换上 竖起头发下了楼 在下楼之前还不忘对着镜子擦了一点粉底 让自己看起来气色好一些 一楼的餐厅里 迟景晨晃着小短腿 烦躁地追问霍益 霍叔叔 我家女人怎么还没有下来呀 我想上去看看 霍益永远耐心地劝他 小少爷 绝业吩咐了 不准任何人上楼 您再等等吧 迟小姐应该可快要下来了 刚刚绝也都送了蜂蜜水上去 可是 我没有看到我家女人下来 吃景晨奶深奶气地表达不满 还有 那一杯蜂蜜水 隔壁老王 为什么非要等到开水凉了才冲蜂蜜 等都等了四十分钟了 他明明可以快点冲后 去叫女人下来吃饭的 蜂蜜的细胞结构很容易分解 如果用热水冲泡 就会破坏蜂蜜的营养结构 喝了等于没喝 吃景晨才五岁 再聪明也不懂生物结构 霍益解释得那么复杂 在他的理解里面就是一句话 蜂蜜不能用热水冲泡 他不理解地睁大了眼睛 那为什么不用冷水呢 冷水也可以很快地冲好啊 用冷水冲好了 赶紧断给女人喝 不是一样吗 这 霍益被问得一愣 随即道 可能是蜂小姐这几天胃口不好 决业派蜂小姐喝了冷水上到胃吧 吃景晨嘟嘟嘴 不吭声了 自家女人从昨天开始的确胃口不怎么好 看起来还没有什么精神 她实在是很担心 可是可恶的隔壁老王不准她上去找吃恩恩 不止不准她上去 连打扫的女佣都不准上去 吃景晨还是担心自家女人被欺负了 刚跳下凳子准备去找机会 看看能不能溜到二楼 吃恩恩已经从楼梯上下来了 她眼睛尖得很 吃恩恩一下来 她立马就发现了 大喊着跑过去 女人 吃景晨被她抱了一个满怀 差点被她撞到 幸好凉强了一下 稳住了 吃景晨已经抱着她的腿 仰起了头 和立北角如出一折的大眼睛眨巴着 里面的担心和气脑都要溢出来了 你中午怎么不下来吃饭呢 你知不知道我担心死你了 你要是有一个三长两短 她眼眶都红了 嘴上还是凶狠的威胁 你要是有一个三长两短的 我明天就把你忘了 让隔壁老王给我找一个漂亮的新妈妈 立北角现在已经就给她找了一个漂亮的新妈妈了 吃恩恩心里付菲道 但是看着她快要气得哭了的小脸 还是忍不住心疼 蹲下身哄她道 对不起啊宝贝 妈咪只是昨天太累了 今天多睡了一会儿 好了好了 不哭了啊 施景晨转身擦了一把眼泪 背过身嘴硬 谁说我哭了 我才没有哭 是是是 你没有哭 是妈咪看错了 她拉住了小家伙的肩膀 把人转过来 在她的脸颊上清了一口 好了 我不是下来了吗 听说你不肯吃饭 我赶紧就下来了 现在肚子好饿哟 走 我们一起去吃 吃景晨还是嘟着小嘴 不过表情好看多了 至少没有再看起来轩然欲气 小手攥着她的大手 跟一个小大人似的 一边走一边唠叨 吃恩恩 你吃得太少了 今天晚上 你要多吃一点 那 这是鸡蛋 牛奶也要喝一杯 厨师叔叔还做了牛排 你要吃一些 对了 还有蔬菜 这个蔬菜沙拉 女人 你要全部吃掉 吃恩恩哭笑不得地望着自己面前 越堆越多的食物 都不知道要怎么去阻拦她了 还是霍益发现了她的窘迫 赶紧拦住 还要给她端水果的吃宝贝 劝道 小少爷 赤小姐一次性吃这么多 会伤到胃的 赤宝贝不高兴了 可是 她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吃一点 哪儿够啊 吃太多了 对胃也不好 真的 赤宝贝撅起了嘴巴 可是 太少了 也伤胃啊 这个 爵爷早就安排了厨房 为赤小姐做了热粥 我马上吩咐庸人端出来 获益恭敬地说 隔壁老王还让人做了粥 他怎么不知道呢 是 爵爷早就安排了营养室 按照人类每天需要摄取的膳食纤维数量 为小姐熬了粥了 小少爷 你不用担心赤小姐的身体 利北爵安排人给他熬粥 迟恩恩又想起了在楼梯的转角听到的话 他还等了四十分钟给他泡蜂蜜水 也许对平常人来说 这四十分钟没有什么 但是他知道 利北爵的每一分每一秒 时间都无比的珍贵 他的四十分钟 足够开一场价值过亿的会议 他心头酸甜难言 很快 获益让厨房的人上了一份热气腾腾的粥 迟恩恩在吃宝贝的监视下 把那一份热粥喝完了 还被盯着吃了一些蔬菜沙拉 他的肚子都撑起来了 吃宝贝才放过他 一边委屈地强调 是为了他的身体健康 一边还想给他塞一点水果 见迟恩恩真的是吃不下去了 他才作罢 整个晚饭过程 餐桌的主位都是空着的 吃完晚饭 佣人收拾好了餐桌上的残羹 重新摆上了鲜花水果 吃宝贝拉着他 兴奋地跟他讲 今天下午霍益带他去小区抓鱼的事情 讲到激动的地方 口水都飞出来了 对了 女人 听说晚上还会有萤火虫 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我还没有看到过萤火虫呢 好啊 吃恩恩答应得爽快 吃景晨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在他的脸上 呸唧了一口 小嘴甜蜜蜜地 拉着他的手臂摇晃着 我爱你 女人 他才屁大一点的孩子 平时又傲娇臭屁地不像话 突然这么乖乖地表白 吃恩恩有一点回不过神来了 吃景晨却已经开始盘算着 今天晚上要带些什么东西去了 霍叔叔说 用网可以抓到萤火虫 我还要带一个瓶子 把抓到的萤火虫装回来 不知道这种虫子能不能自己培育 要是可以大量培养的话 那就好了 既是那么多人没有见过萤火虫 肯定可以卖一个好价钱 小财迷 吃景晨双手插腰 得一万分的反驳 我这叫赚钱有到 吃恩恩谈了一下他的脑门 说道 晚上我们可以去看萤火虫 但是不能抓 萤火虫装在瓶子里 一晚上就会死掉的 他们也和你一样 有爸爸妈妈 有好朋友 要是死掉了 他们的爸爸妈妈该多伤心呢 吃宝贝的大眼睛里面 流露出了一丝不忍 但是又纠结地想要 小声地嘟囔 他们是虫子 又不是人 吃恩恩耐心地引导他 再加了一个筹码 那如果你抓到的是 他们的妈妈呢 他们的妈妈被抓走了 关起来死掉了 小萤火虫多伤心呢 我不抓了 吃宝贝马上喊 你不是喜欢吗 吃恩恩不止在跟他说萤火虫 还在引导他的三观 宝贝 我们的生命里肯定会有很多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人 我们可以喜欢 但是不能光想着自己喜欢 不管别人的意思呀 不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着想 凭着自己喜欢单方面去掠夺 这是坏人才会有的行为 知道吗 持景臣似懂非懂 可是 我会对他们很好呀 那是你觉得好 就像萤火虫 你用最漂亮的瓶子装着他们 他们还是会死掉的 对于他们来说呀 他们想要的 从来都不是好看的瓶子 是自由自在地玩耍 持恩恩拿刚刚的萤火虫举例子说道 你喜欢他们 把他们抓起来 就已经剥夺了他们最大的快乐了 持恩恩只是想要借着萤火虫 引导吃宝贝的三观 并没有其他深层次的意思 可是他这一番话 听在了别人的耳朵里 就变成了若有所指 霍益频频抬头 偷看着楼梯口站着的男人 焦局万分 他想出声提醒持小姐 又怕绝叶发火 只能是眼巴巴地听着 持恩恩温柔地跟持宝贝讲道理 而楼梯口的绝叶脸色越来越差 女人 我明白了 我不抓萤火虫了 持景臣虽然遗传了 利北绝一部分的霸道 但是也遗传了持恩恩 一部分的讲道理 所以只要是说得通他的道理 他都会听 当然了 如果说不通 就另当别论了 他乃生乃气地仰着头 乖得不得了 持恩恩在他的脸上 又亲了一口 咳奖他 这是谁家的儿子呀 这么懂事 废话 当然是你家的 一夸奖他 他尾巴立刻就敲上天去了 这一点倒是全部遗传了某个人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和谐甜蜜 楼梯口 利北绝抓着扶手的大手 指节范白 他脖唇狠狠地抿成了一条直线 转身重新上了楼 不管是萤火虫还是持恩恩 他都不会放手的 他就是坏人 在他的字典里 喜欢就是战友 从小他接受的教育 就是掠夺 而不是舍身触地 他可以不喜欢 不认同他的做法 但是他就是不放手 如果他是被困在玻璃瓶里 只能活一晚上的萤火虫 他陪他活一个晚上 哪怕第二天早上 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就死掉了 他陪着他去死 也要拥有那一晚上的喜欢 霍毅看着他估计离开的背影 急得汗都要出来了 绝爷和池小姐 这又是怎么了 全家福都拍了 怎么转眼之间 就闹成了这个样子了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今天下午也是 绝爷从二楼下来 就是浑身的寒意 面色铁青 自从有了池小姐 他都好久没有见到过 绝爷那个样子了 就像是走在阳光下的人 忽然又回到了阴影一样 池恩恩对于丽北爵站在楼梯口 偷听到他说话 听完了又上去的事情一无所知 他趁着萤火虫的事情教育了一番池宝贝之后 担心池宝贝被教育的情绪低落了 所以休息了休息 就带着他出去找萤火虫去了 他们晚上要出门 护衣肯定是要跟着 一路同行的还有几个佣人 拿着手电筒往小溪边走去 虽然是夏天的六月份 到了晚上山间还是比较冷 风一吹过 池恩恩冒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马上有一件衣服披在了他的身上 池恩恩回头就看到了 霍衣恭敬地往后一退 池恩恩弯起眉眼跟他道谢 霍管家 谢谢 池小姐不用谢我 是爵爷在出门之前吩咐我 为您戴上的衣服 霍衣倒不是找机会帮丽北爵说话 真的是丽北爵吩咐他戴上的 池恩恩正了一下 慢慢地垂下了眼眸 丽北爵 自从早上他昏睡过去之后 就没有看到他了 晚上吃饭 他也没有下来 应该是看出了什么来了吧 才会逼迫着他 让他回答 是不想做 还是不要他 就在这时 池敬晨在几个庸人的陪伴下 发现了草丛里的萤火虫 兴奋地哇哇大叫 女人 女人 这里 这里 我找到萤火虫了 快来啊 池恩恩把复杂的情绪抛了出去 吸了一口气 朝着他走过去 一边走一边笑着问 在哪呢 这里 就在这儿 哎呀 女人 你快点 它要飞了 它着急地在旁边跳脚 池恩恩走过去 只剩下了黑漆漆的草丛了 萤火虫呢 吃宝贝郁闷惨了 哼哼唧唧地撅起嘴 我都让你快点了 都怪你太慢 萤火虫都飞走了 小少爷 小少爷 西边还有很多 用这个 就可以把它们引出来了 霍益不知道 从哪里找来一根树枝 开始对着草丛扫起来 很快的 星星点点的萤火虫 从草丛里飞了起来 黑漆漆的草丛 一下子被点亮了 美得就像是童话故事里一样 连叽叽喳喳的 吃宝贝都安静了下来 仰头望着飞舞的小星星 攥紧吃恩恩的手 就像是怕吵到了萤火虫一样 压低声音说 女人 你说得对 萤火虫应该这样飞着 不该用瓶子把它们装起来 因为是太美了 装起来只能装几只 根本就没有这种 成千上万的 萤火虫飞舞的惊心动魄 吃恩恩还以为 她是真的明白了 爱不是战友的道理 不知道她的心力 已经开始盘算着 以后长大了 一定要研究 萤火虫能不能批量生产 她不装在瓶子里卖 买一个风景区 把人工养殖的萤火虫 全部都放在风景区里 然后卖门票 卖周边 发展得好 还可以修酒店 修饭店 每天都能赚数不清的钱 比单独卖萤火虫赚钱多了 还不会害萤火虫死掉 萤火虫还不会和自己的妈妈分离 她家女人也不会在耳边唠叨她 池宝贝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萤火虫 在西边玩到了十一点还不愿意走 还是池恩恩强行地把她抱回了别墅 她才抗议无效地洗澡上床睡觉 不过她趁机撒娇地拉着池恩恩 晚上陪着她一起睡 三天转瞬即逝 三天后 有车开来接他们了 池恩恩跟着从城郊度假别墅回了灵市 丽北决不知道是忙 还是故意躲着她 自从发生了那一天早上的事情之后 池恩恩就没有看到她了 连回去 她都没有和她坐同一辆车 到了紫荆园 她坐的车子也只是在前面停了一下 她连车都没有下就已经开走了 池恩恩带着池宝贝回到了紫荆园的豪宅 几天没有回来 她都快不适应了 池恩恩把包包放在了沙发上 给池宝贝倒了一杯水 先喝点水再去洗洗手 嗯 池景晨拿过了水杯 咕噜噜地喝了大半杯 像是想起了什么 哒哒哒地踩着大拖鞋 把自己的书包拎了过来 拉开拉链 献宝似地从里面拿出了一盒饼干 女人 这是别墅厨师 用草莓做的饼干 你要不要试试 我不想吃 池恩恩看着她手里捧着的粉红色饼干 没什么胃口 池景晨有一点失望 极力地推荐 你不吃吗 我刚刚吃了一块 真的很好吃的 那我就试一块 吃恩恩不忍心她失望 还是伸手从盒子里拿了一块 味到了嘴里 饼干松软化绵 入口唇齿生香 有草莓甜甜的味道 又不至于甜得发腻 恰到好处地和面粉牛奶的香味 融合在了一起 的确像吃宝贝说的一样很好吃 不过 吃恩恩的胃力忽然涌起了强烈的反胃冲动 她放下还剩下一半的饼干 三步并坐两步地飞快地奔下了洗手间 哇的一声 对着欢喜台就吐了出来 池景晨被她激烈地反应吓了一大跳 小脸都给吓白了 忙跟上去 女人 你怎么了 没 吃恩恩很想跟她说她没事 可是胃力翻滚得厉害 刚说了一个没字 又是一阵强烈的干呕 她呕得瓜子脸通红 感觉要把心肝五脏都给吐出来一样 难受极了 吃景晨吓得厉害了 心爱的饼干掉在了地上都没有注意 小手拽着她的裙摆 一个劲地追问 女人 你到底怎么了 你别吓我 呃 池恩恩憋得通红的脸开始泛白了 胃里面翻僵倒海 她实在是抽不出精力来安慰池宝贝 只能一边干藕 一边白手 示意她没事 池宝贝已经惊慌失措 揪着她的裙摆 哪还注意得到她白手 吓得漂亮的小脸白得不得了 女人 你很难受吗 我 怎么办呢 她家女人怎么会突然这么难受呢 是不是因为刚刚 她非要她吃那一块饼干惹的货呀 吃景晨慌乱极了 她到底是遗传了利家的好基因 一阵惊慌失措之后 她鸣紧了小嘴 松开手 马上说 我去给隔壁老王打电话 给丽北爵打电话 池恩恩演技手快地抓住了她 忍着干藕的冲动 阻拦她 宝贝 不要 我马上就好了 可是 池恩恩不停地摇头 因为胃里的强烈地做偶遇 她根本说不出话来 好在 池宝贝理解到了她的意思了 虽然不放心 还是停下来 我不去找隔壁老王了 女人 你别着急 池恩恩干呕了二十多分钟 总算把魏里那一阵翻涌熬了过去了 她脸色从最初的憋得发红 到现在看起来苍白苍白的 因为刚刚反胃得太厉害了 就算是熬过了那一阵 池恩恩还是撑在了洗漱台边喘气 池宝贝见她总算是不吐了 小心翼翼地扯了一下她的裙脚 担心急了 女人 你好点了吗 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嗯 她的确是要去看一下医生了 这种干藕 她五年前也经历过一次 那一次是怀上了池宝贝的时候 现在突然又这么激烈的干藕 池恩恩不得不怀疑是不是怀孕了 前一段时间她就有过胃不舒服的情况 那个时候总觉得身体不舒服 没有多想 这一会儿 池恩恩低头摸了摸平坦的肚子 若有所思 女人 你在发什么呆呢 我们还是去看医生吧 池景臣恨不得马上就把她拉到医生面前 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池恩恩被她换得回过神来 迟疑了一下 摁住了她的肩膀 宝贝 妈咪拜托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不要把我刚刚反胃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做得到吗 池景臣不解 为什么呀 她反应迅速 你怕隔壁老王担心吗 池恩恩不是怕丽北爵担心 她是怕她真的怀孕了 现在的情况 真的不是一个怀孕的好时机 如果真的怀孕了 她还不知道怎么跟丽北爵说呢 毕竟丽北爵现在身边还有别的女人 她根本不知道 她如果怀孕了 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还是一个坏消息 但这些话 池恩恩肯定不会跟池宝贝说 不是不相信池宝贝 是池宝贝太小了 她不想给她灌输这么复杂的东西 所以她深吸了一口气 勉强扯了一下嘴角 算是吧 宝贝 你能帮我保密吗 好吧 我不说 池景臣撇了撇嘴 不乐意 还是答应了 可是 你要去看医生 池恩恩把心放进了肚子里 直起药 洗漱台上的大镜子 照出了她略显苍白的脸 她下定了决心 等会儿 霍叔叔要是来了 你让霍叔叔陪你玩一会儿 妈咪去一趟医院 好 池景臣想了想又加了一句 女人 你不要担心我 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你要医生好好的给你检查检查 生病了就要吃药 你身上还有钱吗 池恩恩被她这么一问 问呆了 啊 池景臣恨铁不成钢地瞪了她一眼 笨 你等着 她哒哒哒地小跑了出去 十几秒钟又旋风一样地跑了回来 把银行卡往池恩恩的手里面一塞 小大人一样地叮嘱道 我这里有钱的 池恩恩 你一定要一声好好的给你看 不要嫌弃药贵就不取了 手掌心勃勃的银行卡温热 池恩恩暖到了心底 好 她突然对肚子里可能孕育的生命期待了起来 如果她真的怀孕了 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现在最糟糕的情况 无非就是丽北决真的移情别恋了 有了其他的女人 但是她有小包子在 就算是没有了爱情 也不会要死要活 难受一阵子总会好起来的 半个小时之后 获益过来了 池恩恩借口要去和朋友喝茶 拿上包包出了门 临时的市医院在恒南路 池恩恩出门打了一个车 地势很快地把车停在了医院前的街口 池恩恩给了钱 刚下车关上了车门 妈 来追我呀 人行道上 串出了一个小孩子 撞了一下她的右腰 池恩恩根本就没有防备 脚步被撞的一个亮枪 从人行道的台阶上 跌到了马路边 就是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只听一声刺耳的刹车声 一辆车冲着她撞了过来 啊 她还没有来得及叫 人行道上的中年妇女 拉过闯祸的小孩 惊呼出声 池恩恩木然回头 看到撞过来的车 脸色骤然一白 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 因为退得太急 脚踝经不起接二连三的变故 晚了一下 她的左脚一软 跌坐在了地上 眼看着车子就要撞过来了 千军一发之际 车头猛得一摆 砰得一声巨响 硬是转弯 撞在了离池恩恩 不足半米的电线杆上 车头一下子就变了形 但是开车的人 好像提前打开了安全气囊 没有什么事情 拉开了车门 迅速下车 小姐 你没事吧 池恩恩摇了摇头 没事 车子没有碰到她 她只是被吓了一下 说着 她自己撑着站了起来 之前下车的男人看到她的脸 却是陡然一愣 竟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下意识地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眉头猝了起来 你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相似的两个人呢 池恩恩的左手腕 木然被一个陌生男人给攥住 不悦地争了一下 先生 麻烦放手 大概是看出了她脸上的怒容 男人从最初的惊恶冷静了下来 松开她的手 声势地道歉道 对不起 吓到你了 池恩恩揉了揉手腕 捡起了地上的包包 身色烧齐 敷衍地说 没事 我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我没有被你的车撞到的 不用了 池恩恩想也不想地就拒绝了 拿着包包往医院的方向走去 她刚走远 后面马上有几辆车赶到了事故现场 几个黑衣保镖迅速地下车 围在了马路的周围 把里面保护了起来 其中一辆临时拍照的豪车 在司机开门之下 下来了一位英俊至极的男人 不是霍雷霆是谁呀 霍雷霆下了车 冷静地扫了一圈车祸现场 后面迈开大长腿 走到了刚刚抓住 池恩恩手腕的男人身边 皱了一下眉头 公爷 你没事吧 这次 哈布斯堡家族的掌权人 来到灵市是一个秘密 要是这一位掌握着 巨大财富的男人出了事情 他难辞其咎啊 被叫做公爷的男人 大概三十多岁的年纪 五官轮廓深邃 有一种岁月沉淀下来的沉稳魅力 一双棕褐色的眼睛 足够溺闭任何女人 他还目不转睛地 望着迟恩恩离开的方向 不知道在想什么 公爷 霍雷霆又喊了他一声 他侧过头 似乎从沉思中拉回了神 勾起一个微笑 我没事 霍市长不用担心 只是可惜了你那一辆豪车毁了 改天我让人送你一辆 一千万的豪车毁了 霍雷霆毫不在意 客气地说 公爷没事就好 我没事 只是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人 神奇的人 霍雷霆有一点好奇 然而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说 现在还不能告诉霍市长 我先要让人调查清楚 如果真的和我想的一样 霍市长会有机会见到他的 霍雷霆更加地好奇了 到底是什么人 能让哈布斯堡家族的掌权人 说神奇 市医院里 赤恩恩挂了复科的号 等了一个小时 总算是轮到他了 69号 70号 进来 赤恩恩是70号 他起身进了门诊 门诊的女医生 是市医院最有名的复科医生 他69号看完 才头也不抬地喊 70号 坐过来 赤恩恩坐在了他旁边的小椅子上 谢敏 赤恩恩 年龄 24 哪儿不舒服了 我想检查一下 自己有没有怀孕 医生抬起头 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公事公办地询问 来之前 用验韵棒检查过了吗 没有 你月经多久没有来了 月经啊 他没有注意过这个 算起来好像从上个月开始就没有来过月经了 那个时候他以为受伤住院导致那个月的月经失调了就没有放在心上 但具体什么时间没来他记不太清楚了 上个月吧 女医生有一点不耐烦了 上个月吧 你什么时候没有来月经你都不知道 发生了一点事情记不太清楚了 女医生没有说什么 去抽个血检查一下吧 拿到报告单到我这里来找我 好 谢谢医生 他给池恩恩开了一个检查单 池恩恩拿着单子往抽血检查中心去了 医院人很多 简单抽个血检查都要二十多分钟 而且空气里飘散着血腥味 搁在平时他没什么感觉 这会儿却有一种憋得难受的感觉 胃里面又隐隐有了要翻江倒海的冲动 这二十分钟对于他而言 比两天还要漫长 池恩恩拿到了报告单 第一时间走到了外面透了一口气 胸口舒服点了 才重新找到妇科做诊的医生 把单子交给了他 经验丰富的女医生扫了一眼单子 就抬起头来跟他说 恭喜你 你怀孕了 小孩快两个月了 各方面的激素正常 但是你最近有一点营养不良 稍微注意一下 让你老公多给你买一点老母鸡炖汤 补充一下营养 我再给你开一点钙片 你每天吃一点 吃恩恩后面什么都没有听到 就听到了第一句 恭喜你 你怀孕了 他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一眼平坦的肚子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他怀孕了 真的怀孕了 一种无法言喻的欣喜涌了上来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压不住飞扬的嘴角 站起身跟医生道谢 谢谢 谢谢医生 每天来医院检查怀孕的女人 没有八十也有一百 医生见惯了人生百态 淡定地提醒他 怀孕期间 多注意饮食 多休息 不能太劳累了 还有一个 记得跟你老公说 怀孕的前三个月 和快要生的后四个月 不能防止 剧烈的运动容易导致孩子流产 他说得淡定 吃恩恩听得 面红耳赤 嗯 谢谢医生 女医生给他开了几瓶维生素 头也不抬得挥挥手 行了 出去吧 帮我让外面的护士 叫一下下一位 好 吃恩恩拿着包包出去了 把他的话传达给了护士之后 到药房拿了维生素 出门招了一辆出租车 回到了紫荆园 一路上 吃恩恩都沉浸在怀孕的喜悦中 到了紫荆园 一开门 吃宝贝就奔下了玄关 女人 你回来了 吃恩恩把维生素放在了桌子上 换了拖鞋摸了摸他的头顶 嗯 回来了 吃宝贝特想问他检查结果如何 碍于霍毅在 他又憋了回去 算了 他答应了他家女人不说 就不能出卖他家女人 大不了他找个机会问问女人就是了 霍毅也走了过来 恭敬地问好 吃小姐 您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还以为您会在外面吃晚饭呢 嗯 和朋友分开得早 他走到客厅 发现家里面空荡荡的 丽北爵还是没有回来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 霍毅把他的反应尽收眼底 忽然跟缠着吃恩恩的持景臣说 小少爷 您的油画还没有画完呢 再不画 色彩就干了 对哦 他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吃景臣仰起头 纠结了一下跟吃恩恩说 女人 你等我一下哦 我要去把画画完 我们一块看熊出没 好 他得到了保证 喜滋滋地往书房跑去了 霍毅给吃恩恩倒了一杯水 递了过去 吃小姐 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吃恩恩接过水杯 明眸看向他 不解地说 霍管家有什么话 直说吧 那我就直接说了 霍毅双手交错地放在身前 西装笔挺道 吃小姐 是不是和爵也冷战了 吃恩恩咬紧了下唇 霍毅知道自己猜对了 继续说 自从拍完全家府之后 我就发现 吃小姐对爵也格外的冷淡 我知道吃小姐演示得很好 在那之后 还陪着小少爷去抓了萤火虫 但是吃小姐不是一个藏得住事情的人 您虽然什么都没有说 可是表现看得出来 您和爵也闹矛盾了 很明显吗 吃恩恩看向他问道 霍毅郑重地点了点头 很明显 我都看出来了 爵也应该是也看出来了 吃小姐对他冷淡 吃恩恩铭紧了嘴唇 这一年来 爵也的偏执症 因为吃小姐在 控制得非常好 但是不代表 爵也没有这方面的毛病 爵也最在乎的就是吃小姐了 对吃小姐的情绪当然格外的敏感 吃小姐对绝业抗拒 势必会激发绝业的偏执症毛病 我在猜 吃小姐和绝业那天早上 还发生了冲突 是吗 嗯 不是冲突 是厉北绝生气了 然后 就禽兽了 我就知道 那天白天 吃小姐一整天都没有下来 下午的时候 绝业下来了 心情很不好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绝业那个样子了 吃小姐如果看到了 一定会心疼的 她 很不好吗 吃恩恩的喉咙有一点干 声音也低了下来 过一看向她 眼神真挚 吃小姐觉得呢 我相信吃小姐感觉得到 吃业有多在乎您 您突然之间对她冷淡下来 绝业又是一个敏感的人 怎么会好 这几天 您胃口不好 绝业也没怎么吃东西 胃病犯了 她也不准我告诉您 您没让她和您一起睡 绝业就已经三天没有睡过了 整整三天 都是待在书房里疯狂的工作 我知道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作为旁观者 我不应该插话 但是吃小姐 我希望您对绝业好一点 因为绝业真的很在乎您 真的 吃小姐脖子上戴的那一条新陈项链 也是绝业在听说了吃小姐的父亲做的事情之后 不知道要怎么安慰您 连夜让我找到了当时拍下这一条项链的负伤 让出了手头上正在赚钱的项目换来的 就是为了让吃小姐心里好受一点点 开心一点点 我知道吃小姐什么都不知道 绝业本来也不让我说的 今天是我自作主张地告诉了您 获益一板一眼的陈述 最后劝她 绝业或许不是一个会表达的男人 有时候做事难免会独断专行 不太会考虑到身边人的感受 这一些和绝业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有关 我相信吃小姐是喜欢绝业 真心喜欢她的 如果她有做的什么不好的 做的不对的地方 吃小姐不要直接放弃绝业 至少要给绝业一个解释的机会 吃恩恩把她的话都听进了心里了 胸口的新陈项链还贴在肌肤上 那一夜的流星雨的美景还映在脑海中 这几天 因为无意间得知真相而压抑的情绪 豁然开朗了 她从头到尾都不是不相信丽北绝 就算安心都说她亲眼看到了新闻报道 她也没有真的相信过丽北绝会出轨 这个男人强大 幼稚 脾气坏 霸道 还占有欲强 她一天24个小时 除了工作全都和她在一起 就算是要劈腿 也没有足够的时间 丽北绝也不是那一种会一见钟情的男人 所以 那一条绯闻里面肯定有猫腻 她只是乍然得知有这么一个女人存在 她又百般地掩饰 一时之间有一点接受不了 但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因为这个放弃丽北绝 或者是什么 她需要一点时间做一下自我调整 调整好了 她肯定还是会和丽北绝开诚不公地谈的 霍益刚才跟她说的那一番话 只是让她自我调整得更加的快乐而已 迟恩恩深吸了一口气 浑身轻松了多了 正色地跟霍益说 谢谢你霍管家 霍益忙推辞 迟小姐不嫌弃我话多就好了 不会的 我是真的谢谢霍管家 她轻松地弯了一下眉眼 冷静了不少 我和丽北绝的确产生了一点小误会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抱歉 给你添麻烦了 没有 迟小姐肯听我劝 我已经很高兴了 真的 霍益见多了形形色色的人 不听劝的人也太多了 更多的是连劝都听不懂的人 迟小姐的性格真的很好 亲切 没有架子 也不管决也怎么对她 她都是一颗平常心 好像真的只是在和一个普通男人 谈异常普通的恋爱 从来没有仗着绝业的权势 在外面耀武扬威 就连收拾持家 迟小姐也是自己动手 没有倚仗绝业 迟小姐还把小少爷教育得很好 包容着绝业的坏脾气 触得越久 她就越是能够懂绝业 为什么非迟小姐不可 迟小姐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身上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能够让身边的人忍不住安静下来 就像是一汪清泉 庆人心脾 比起外面那一些浮躁的女生 迟小姐真的很好 她是发自内心的希望 迟小姐能和绝业永远在一起 迟恩恩既然想通了 就不是一个矫情的人 她走到阳台 拨通了丽北爵的电话号码 嘟 手机只响了一声 马上就接通了 接通了 那一头却是沉默无声 迟恩恩也说不出为什么 突然就紧张了起来 她一手举着手机 一手搭在阳台的栏杆上 咬了一下下唇 主动地轻声说 喂 手机那一头还是一阵沉默 听筒传来了沙沙的电流声 迟恩恩握住了栏杆 因为紧张忐忑 她的指尖微微地泛白 丽北爵 你在听吗 两久 久到她以为那一头 根本没人在听的时候 对方终于传来了暗雅的嗓音 你不是不要我了吗 那声音沙哑 就跟几天没有喝水一样 颗粒感十足 迟恩恩不否认 丽北爵就算是声音暗雅 也好听得无可救药 可是 想起霍益说的话 她还是无可抑制地心疼了一下 握紧了手机 我没说不要你啊 你坐了 不止坐了 还坐得彻底 在床上用毫无反应的姿态 狠狠地捅了她一刀 把她捅得鲜血淋漓 转眼又借着萤火虫 再把她的心给挖了出来 总裁办公室一片寂静 地井封公司的老总 尴尬地坐在那里望着她 一面好奇地在心里猜测着 谁给丽少打电话 丽少居然合作都不谈了 把她晾在了一边 就到落地窗边去接电话了 迟恩恩被她一句话 堵得都不知道要怎么接下去了 调整了一下呼吸之后 决定不被她牵着鼻子走 丽北爵 我听说了W国的新闻 短短的几个字 居傲冷卷的男人脸色骤然大变 立声说 你说什么 谁告诉她的 她不是让获益封锁了国内的消息了吗 到底是谁敢在吃恩恩的耳边乱说 她反应这么大 吃恩恩也没有想到 还是坦白地说 我在你的衬衫上 两次发现了同一款女士香水味 还有 那天下午 我想用你的手机发全家福 看到了别人发给你的短信 提到了新闻 吃恩恩巧妙地把林安心引了过去 丽北爵 你要不要给我一个解释啊 吃恩恩不是那一种质问的口吻 而是很平静的 很坦然的口气 温和的就像是在问面条里面 要不要放醋一样 丽北爵却一点都不平静 她俊脸微沉 办公室的温度 骤降到了零点 连坐在沙发上的地井风的老总 都感觉到了一股压力 吃恩恩等了半天 也没有等到那一头人说话 喂 丽北爵 你还在吗 在 她眼底风云变换 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 转身急步地往办公桌的方向走去 我还有事 想挂了 说着 也不管吃恩恩有没有同意 挂断了电话 把手机往办公桌上一扔 烦躁地坐在了转椅上 就像是忘记了办公室里面还有人 突然又站起身 捡起了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 喂 你在哪 站在那里别乱跑 我马上来接你 说完 他拿起了桌子上的外套 转身往外面走 地井风的老总傻眼了 站起来喊了一声 丽总 丽北爵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 头也不回 阻似的老总傻眼了 我来说一声 转身往外面走